第41章 她是超人吗 陈阳看着那名女服务生 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是凌柔 难怪隔壁桌的小青年 眼睛都直了 这可是大义公大的第一女神 虽然只是在酒吧做服务生 没有打扮 但她也绝对是整场酒吧里 最漂亮的女孩 她这是真傻还是假傻 酒吧与龙混杂 到这里来当服务生 早晚得被人落手催化 陈阳摇了摇头 没有走过去 只是远远地看着 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 她并不想扰乱凌柔的正常生活 美女别怕呀 过来坐下喝杯酒 把哥哥赔好了 比得上你工作一个月 凌柔这边 那名光头男子见凌柔躲开 她摸着自己正亮的脑袋 咧嘴笑起来 露出两颗金灿灿的门牙 绿豆样的小眼睛 一个劲地在凌柔身上打转 吞了口唾沫 一副急色的模样 对不起 我只是服务生 不赔酒 凌柔咬了咬嘴唇 有些畏惧地看向光头男子 虽然她很讨厌对方 但为了完成工作 她还是努力保持镇定 光头男子黑黑一笑 根本没把凌柔的话当回事 她混迹酒吧已久 却从没见过这么美 这么清纯的女孩 更有强烈的征服感 看着凌柔有些害怕的眼神 光头男子更是急不可耐 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道 美女 大家交个朋友 我知道你们卖酒有提成 只要你坐下 我就先来一瓶皇家里泡 你应该知道 那瓶酒几乎是纯利润 提成可是上千的 不好意思 我不配酒 凌柔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 看向光头男子的眼神中 闪过厌恶之色 光头男子渐软的不行 决定来硬的 趴地一拍桌子 冷冷地盯着凌柔 眼中满是胸光 咬牙切齿道 草 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 你想干什么 凌柔顿时就被对方的气势吓到 说话的声音都小了 光头男子冷哼一声 看向自己的几名同伴道 给这小美女说说 让她听听我是谁 竟然敢拒绝我 压得作死 旁边一名染着黄毛的青年站起来 很配合地说道 小妙 别怪我没提醒你 坐在你面前的 就是绰号毒蛇的无痕 说完 光头几人都是挺了挺妖感 脸上露出嚣张的神态 可是凌柔却是皱了下眉头 摇头道 什么毒蛇 我没听说过 一听这话 光头以为凌柔是在故意羞辱她 顿时就火了 对几个手下吩咐道 把她给我抓过来 今天你不陪 也得陪 陪完老子喝酒 还得陪老子睡觉 几名手下听到光头的吩咐 两名坐在最靠外的黄毛 便动手朝凌柔抓了过来 把凌柔吓得花容失色 不过 两个黄毛还没碰到凌柔 旁边突然伸出两只手 分别抓住了两个黄毛的手腕 光头这方的人都是一愣 定睛一看 只见动手的是个穿着普通的青年 像是个学生 见此 他们顿时就不担心了 小子 放开我 少管闲适 滚开 两名被陈阳握住手腕的黄毛 瞪着他骂骂咧咧道 陈阳冷笑一声 松开了两人的手腕 紧接着 腾空两腿踢出去 两个黄毛还没反应过来 同时发出惨叫 狠狠地摔在了身后的酒桌上 将酒瓶酒杯摔落 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 随玻璃扎落了一地 酒吧里发生打斗并不少见 周围的人见此 不仅没有躲开 还围观过来 纷纷露出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林柔没有动 这一刻 他看着陈阳的背影 顿时呆住了 他原本以为 今天肯定要被人欺负了 可是这一次 陈阳又及时出现 在关键时刻救了他 难道 他真是我的骑士 林柔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直跳 忘了此时的处境 嘴角露出一丝羞涩的微笑 靠 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打毒蛇的人 这小子惹大麻烦了 上次有人招惹毒蛇 被人把手都砍断了 有喝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周围的人看到发生争执的 是毒蛇无痕 他们更是兴奋起来 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样子 听到这些话 林柔回过神来 却是被吓住了 忙对陈阳道 我们赶紧走 打了我的人 还想走 光头看了眼 躺在地上身影的两个手下 藤弟站起来 指着陈阳道 你知不知道 老子是谁 当然知道 你就是一个 强迫女人的废物 渣子 垃圾 蠢货 陈阳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完全无视对方的威胁 在他眼里 这威胁实在太无力了 见陈阳不怕自己 毒蛇彻底的火了 妈的 敢骂我 老子断你四肢 毒蛇冷哼一声 对还站着四名手下刀 上 把他给老子按住 老子要用啤酒瓶 把他的骨头敲碎 毒蛇的手下 见陈阳伸手不凡 没有贸然冲上来 纷纷抓起酒瓶敲碎 锋利的火口对着陈阳 这才朝他身上滑过来 可是他们的攻击 在陈阳眼里 无异于小孩子一般 没有任何的威胁 眼看一个破啤酒瓶 就要刺中陈阳的腹部 他右手一掌抽出 那人直接飞了起来 撞在身后的三人身上 根本挡不住如此距离 犹如打宝灵球一般 四散摔落在地面 被撞击的三人还好 众人朝着挨了耳光的那人看去 只见那人整张脸都拦了 鲜血直流 露出了肉里面断裂的森森白骨 顿时 酒吧里的欢呼声停下 只有音乐还在继续 气氛显得格外的诡异 紧接着 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陈阳的目光充满了惊具 此人是有多大的力量 一巴掌竟然能造成这样的伤害 光头嘴角一抽 惊得吞了口唾沫 连忙对另外被撞倒的三人喊道 赶紧起来 上去揍他 毒蛇哥 我肋骨被撞断了 我动不了了 腿好像骨折了 我肚子在流血 谁他妈的破皮酒瓶 捅到我肚子上了 躺在地上的三人哀嚎连连 全场之人更是惊呆了 这青年一耳光解决四个人 而且全部都伤得不轻 他是超人吗 第四十二章 无耻的精力 毒蛇见自己的人全部都躺下 他的光头上 顿时冒出一丝丝冷汗 看向陈阳的目光中 充满了畏惧 他见过能打的 但没见过这么能打的 几个人一起都打不过 他也不妄想 自己能干掉对方了 他往后退了几步 战战兢兢的对陈阳道 这位兄弟 咱们有话好说 你跟谁混呢 说不定我认识 跟谁混 我绰号上帝 难道还有人比我更大 陈阳心底暗笑 细血的看着毒蛇道 我跟我自己混 怎么 你认不认识我 刚才不认识 但是现在认识了 敢问英雄高兴大名 毒蛇一边往人群中走 寻找着缝隙跑路 一边对陈阳说道 陈阳看出毒蛇的意图 但他并没有阻止 摇头道 想知道我的名字 你还不配 就在这时 毒蛇一把掀开 挡在面前的人群 脚底抹油 飞快地朝着酒吧外跑去 边跑边骂道 我草你马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立马带人来干你 说要断你四肢 毒蛇已经跑出了酒吧 不知去向 直到此时 酒吧里的顾客 才回过神来 我说这小子太厉害了吧 刚才那一巴掌 难道就是失传已久的 如来神掌 依我看 此人很可能是 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那功夫也是没谁了 不过他得罪了毒蛇 肯定遭殃 帅哥 你赶紧跑路吧 待会毒蛇带人过来 你就走不掉了 此时那些看热闹的 酒吧顾客 看向陈阳的目光中 充满了崇拜 这个世界 强者会受到尊敬 这是理所当然 不过 陈阳却看不起这些人 强者自然该尊敬 但弱者更不应该欺负 刚才这么多人 看到林柔被毒蛇强迫 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就足以证明了 这些人低劣的平行 想想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种弹幕的无视 不知有多少女人孩子 被侵害 陈阳觉得 这些弹幕的人真是可悲 总有一天 这是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 所以 此刻哪怕有人好言相劝 他也没觉得感激 至于毒蛇的报复 呵呵 陈阳会在乎 他淡淡一笑 拉着林柔 静止朝着自己的刚才位置走过去 周围的人连忙让开了路 不过他能保持淡定 林柔却不能 刚一坐下 林柔就紧张道 陈阳 我们赶紧走吧 还是不要惹事的好 柔柔 难道你对我的战斗力 没有信心 我可是你的骑士 陈阳扁了别嘴 故意做出一副伤心的表情 林柔翘脸一红 轻轻打了下陈阳的肩膀 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哎哟 好痛 陈阳捂着肩膀 面露痛苦之色 单纯的林柔 立刻就上当了 连忙紧张地看过来 关心道 怎么了 是不是刚才受伤 我打到你的伤口了 不 是心痛 柔柔竟然打我 陈阳顺势捂住了胸口道 见此 林柔哪里不知 陈阳是在斗自己 哼了声道 老是骗我 你好坏呀 因为陈阳打了毒蛇的人 此刻酒吧里不少人都看着他和林柔 见他们这种时候 还在打情骂靠 都是一阵无语 心说这小子的神经也太大条了 你打得过几个人 但毒蛇呆会 可是会带几十个人来 你打得过 就在陈阳故意和林柔开玩笑 让林柔放松紧张的神经时 一名穿着西装 胸口别着名牌的男子走了过来 见到这名男子 林柔笑容收敛 连忙站了起来 恭敬道 卢经理 哼 上班时间 跟人在这里打情骂俏 你有没有点职业精神 卢经理冷哼一声 语气不善道 其实卢经理招聘时 把林柔招了进来 因为他对林柔动了歪心思 想要借着工作的机会 把林柔弄到手 虽然滋色酒吧里的女服务生 都被他睡过 但那些女人都是倒贴 可没有谁有林柔这么清纯可人 要是能把林柔压在床上 那绝对是妥妥的征服感 可是卢经理怎么也没想到 林柔刚刚上班第一天 竟然就把毒蛇给招惹了 连他这个经理 都得承担不小的责任 这一下 他可没心思完美女了 只想赶快和林柔撇开关系 免得也跟着遭殃 林柔见卢经理生气 连忙道 卢经理 对不起 我现在就去工作 不用了 你已经被开除了 卢经理面无表情道 一听这话 林柔顿时就急了 陪李道歉道 卢经理 别开除我 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我一定好好工作 不偷懒了 不好意思 我们酒吧请不起你 卢经理冷声道 林柔还想求情 陈阳将他拉住 看向卢经理道 你作为酒吧的经理 刚才员工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你不站出来 这回事情摆平了 你还出来嚷嚷 你有脸吗你 卢经理面色一变 但想到刚才陈阳的凶猛 他也不敢发火 陈生道 我开除酒吧的员工 不关你的事 开除 哼 我们还不干了呢 陈阳冷笑一声 伸出手道 不过离职之前 你得先把柔柔的工资付了 他只上了一天班 还想要工资 我没让你们赔偿 刚才打斗造成的损失 已经够人知意尽了 竟然还想要工资 卢经理冷哼一声 瞪了眼灵柔道 陈阳看着卢经理无耻的嘴脸 打亮着酒吧道 没想到这酒吧看起来不错 管理层却这么无耻 连员工都保护不了 竟然还要开除员工 说完 他看向卢经理 面如寒霜道 我只说一次 把今天的工资付给柔柔 我就放你一马 卢经理看着陈阳冰冷的眼神 只觉面对的 仿佛是一头叙事待发的猛兽 没有丝毫的感情 随时准备撕裂眼前的猎物 他吞了口唾沫 心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 掏出两百元道 一天的工资 拿去吧 看着卢经理手中的两百元 陈阳摇了摇头 数目不对 我们家柔柔的身价 一天至少二十万 第四十三章 蛇没有四只 一听陈阳开口就是二十万 卢经理的脸都绿了 这家酒吧他虽然有股份 但他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 也没到十万 凌柔一个普通服务生 一天还想要二十万 这尼玛 岂止是狮子大开口 简直是连屁股都开了 你这是敲诈 卢经理按捺不住了 把两百元收起来 指着陈阳道 陈阳一脸淡定的笑意 不急不缓地说道 对 我就是敲诈 你能怎么样 我 卢经理一时哑口无言 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能怎么样 难道叫保安来把陈阳和凌柔赶出去 拉倒吧 毒蛇的人被陈阳秒杀 他也不指望几个保安能打得过陈阳 难道 真的要给钱 就在卢经理为难的时候 酒吧门口猛地涌入了一伙人 个个都手持砍刀钢管 满脸煞气 将整个酒吧堵得是水泄不通 而在这伙人的中间 一个正亮的光头特别显眼 正是刚才跑出去搬救兵的毒蛇 看到如此阵仗 酒吧里的人都停下了各自的活动 舞池中的人纷纷回到座位 一脸紧张地看向了手持凶器的这伙人 生怕被误伤了 见此 卢经理眼珠一转 连忙就往旁边躲开 溜到了吧台后面 把音响关掉 顿时整个酒吧都静悄悄地 没有了半点声音 和先前的吵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都别动 误伤了可没医药费 毒蛇大喊一声 此刻在寂静的酒吧里 显得格外有气势 他嘴角带着争鸣的笑意 目光在酒吧各个座位上扫过 最后落在了陈阳的身上 眼睛中露出凶光 指着陈阳道 就是那个小子 砍他 毒蛇话音一落 他身后的小弟挥舞着砍刀和钢管 一窝蜂地朝陈阳扑了上去 啊陈阳 你快跑 林柔哪里见过这么大阵仗 顿时吓得惊叫一声 却不忘让陈阳先跑 陈阳依旧坐在位置上 仿佛没有看到 那些冲过来的混混 脸上带着淡然的笑意 对林柔道 柔柔 把眼睛闭上 把耳朵捂上 接下来的一幕 可能有些残忍 林柔身体一颤 看着陈阳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然后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抬手把耳朵死死地捂住 与此同时 毒蛇的手下 已经冲到了陈阳的跟前 一名刺猬头的混混 挥刀朝着陈阳的手臂砍来 这小子死定了 酒吧的顾客都是惊呼起来 仿佛下一刻 陈阳就要被砍成一滩肉泥 就在此时 陈阳动了 眼看那把砍刀 就要落在他的肩膀上 他藤地站起来 砍刀从他的手臂旁边划过 他一记肘 击打在刺猬头的胸口 对方疼得眼珠子都鼓了起来 身子软塌塌的跌倒在地上 胸口微微凹陷下去 赫然是胸骨大片骨折了 而此人手中的砍刀 也落在了陈阳的手上 刀太盾 不如用刀背 陈阳冷笑一声 反手握住砍刀 身形一动 不禁反退 直接冲进了人群之中 酒吧暗黑的灯光下 他犹如一个幽灵般 在人群之中穿梭 根本没人能够捕捉到他的行动轨迹 所有的攻击全部落空 哪怕连一脚都没有碰到 而他所过之处 没有一个人能继续站立 无不身受重伤 倒地身影 只是眨眼的功夫 却又像过了很长时间 毒蛇带来的二十多人 全部躺在了地上 哀嚎惨叫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的一切 此刻站在酒吧中央的那个男子 实在是太强大了 再看看地上躺着的人 就没有一个还有行动能力 不是手段 就是脚段 那个年轻人不仅强大 而且很辣 故如 毒蛇吞了口唾沫 面色惨白 目光呆滞地看向陈阳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局面会变成这样 你 过来 陈阳脸上没有了笑容 只剩下了冷力 他抬起手中的刀 只向毒蛇道 毒蛇身体一颤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 不断往下低 此刻面对陈阳 他感到极度的恐惧 大 大哥 误会 都是误会 毒蛇一边往陈阳走过去 一边把手放进裤兜里 悄悄地拨通了电话 他知道 自己惹到了惹不起的人物 能救他的 只有他的老大了 陈阳当然看出了 毒蛇的小把戏 但他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这大意识 还没人能挡得住他陈阳 毒蛇走到陈阳的面前 身体颤抖了下 蓬东跪在了地上 哀求道 大哥饶命 话音刚落 他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 猛地捅向面前陈阳的腹部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一惊 这么近的距离 陈阳怎么可能夺得过 可下一刻 众人却目瞪口呆 陈阳伸出右手 食指中指并拢 稳稳地把匕首夹在了指缝中 毒蛇无论怎么用力 匕首都不能动分毫 怎么可能 好强的力量 毒蛇心底一颤 无法想象 陈阳是怎么做到的 这力量 简直就是怪我 喷轰 陈阳突然飞起一脚 狠狠地踢在了毒蛇的脸上 他仰面倒地 脸上一片血污 鼻梁塌陷下去 面部几乎成了一个平面 你这种拉结 不知祸害了多少梁家妇女 如果不是老子退休 老子一定杀你 陈阳居高临下 俯视着躺在地上的毒蛇 冷声道 不过你既然是毒蛇 你就应该知道 蛇没有四肢 让我来帮你进化一下 成为更完整的毒蛇 第四十四章 他刚走了 啊 不要 看着陈阳朝自己右臂踩下来的脚 毒蛇大声地呼喊起来 但却无法阻止陈阳的动作 咔嚓 毒蛇的右臂硬声而断 紧接着酒吧里 响起他撕心裂肺的惨叫 面对这种人渣 陈阳没有任何的留情 接连又是三脚 把毒蛇的四肢 全部都踩断 啊 毒蛇躺在地上惨叫连练 疼得眼泪直流 却因为四肢静断 无法动弹 酒吧全场的人见此 都是头皮一阵发麻 陈阳的凶悍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那淡定的样子 根本就没把毒蛇当人 摆平了毒蛇 陈阳转过身 朝着凌柔走过去 随着他的脚步 酒吧里的人 都是往远离他的方向散开 仿佛他就是个疯子 会乱杀无辜一般 柔柔 你可以睁开眼 松开耳朵了 陈阳走到凌柔跟前 轻言细语道 脸上还带着阳光的笑容 凌柔缓缓松开耳朵 然后慢慢把眼睛睁开 映入他眼帘的是陈阳微笑的脸 他小心翼翼地转开目光 这才发现毒蛇的人 全都躺在了地上 陈阳 是你干的 凌柔惊呼一声 看向陈阳的目光 充满了惊喜 陈阳笑了笑道 全靠柔柔你给我力量 不然的话 我很可能被他们打扮 听到这话 周围的人都是一阵无语 你轻轻松松就秒杀了二十多人 怎么可能被打扮 不过此刻 酒吧里的女性 看向陈阳的目光中 充满了崇拜和仰慕 对敌人凶狠 对自己的女人 却是风趣温柔 这样的男人到哪里去找 你没受伤吧 凌柔连忙查看起陈阳的身体 前后左右都看了看 见陈阳连擦伤都没有一块 他这才放心 凌柔看了眼 酒吧地面 哀嚎连连的混混 皱眉道 走吧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等等 你的工资还没拿 陈阳微微一笑 朝着把台喊道 卢经理 滚出来 卢经理看到刚才 陈阳踩断毒蛇四肢的一幕 他暗暗庆幸 自己之前没有和陈阳动手 不然的话 下场说不定会比毒蛇更惨 此刻听到陈阳召唤 他连滚带爬的 从把台后面翻出来 小跑着到陈阳跟前 不敢有任何不满 恭敬道 大哥 你是要转账 现金 还是支票 陈阳厌恶的看了眼卢经理 支票 卢经理连忙掏出支票包 虽然心里在滴血 但他还是给陈阳 写了一张二十万的支票 双手递过去 道 大哥 请收下 你脑子有病 这是柔柔的工资 你给我干嘛 陈阳美好气道 卢经理愣了下 连忙把支票递给林柔 低眉顺眼道 林小姐 您的工资 请收下 林柔看了眼支票上的一串铃 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摆了摆手道 卢经理 我要不要这么多 一听这话 卢经理顿时就急了 旁边的凶人想装逼 你不要支票的话 他可得活寡了我了 林小姐 像你这样优质的员工 一天二十万的薪水 一点也不多 请你务必收下支票 卢经理认真道 眼中露出渴求的神色 不行 太多了 林柔依旧摇了摇头 陈阳见此 对林柔道 柔柔 你就把支票拿着 毕竟这是人家卢经理的一片心意 如果你不收下 岂不是看不起别人 听到这话 周围的人差点喷饭 这尼玛见过装逼的 但装到这种境界的 却是万中无一了 不过那些女生都好羡慕林柔 巴不得自己能变成林柔 卢经理一听陈阳的话 顺波下驴道 对对对 林小姐 这是我的心意 您就收下吧 林柔看了眼陈阳 想了想 把支票接了过来 OK 搞定走人 陈阳黑黑一笑 很自然地拉着林柔的嫩手 朝着酒吧外走去 就在此时 酒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 穿着深蓝色西装的人 边往里走边 骂骂咧咧道 最近是倒了什么没 怎么人人都敢欺负到 我们黑狼武馆的头上 又是他娘的 谁把武恒给打了 这次一定要找回场子 陈阳抬头一看 来的人认识 黄朝阁见过的魏勇 与此同时 酒吧里的人 也都看到了魏勇 作为经常混迹酒吧的人 都是知道魏勇的名头 黑狼武馆的高层 真正有钱有势 不是毒蛇这种 在底层捞钱的大混混能比的 而毒蛇的老大 就是眼前这个魏勇 此刻他出现 肯定是来给手下的小弟撑场子的 魏勇走进酒吧的门 见迎面走来两人 他本来没在意 可是一见是陈阳 他面色顿时就变了 心说怎么走到哪 都能碰到这煞心 他谨记老大李继琳的话 暂时不要招惹陈阳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也没本事去招惹陈阳 陈先生 真是太巧了 既然在这里遇到你 刚来酒吧完吗 魏勇生怕陈阳揍自己 闪身道一边给陈阳让开路 脸上露出谴媚的笑容 你出门带脑子了 我往外走 会是刚来 陈阳没有给魏勇面子 冷笑一声 静止朝着外面走去 魏勇嘴角一抽 却不敢发火 对着陈阳的背影 点头哈腰道 陈先生您慢走 路上注意安全 等陈阳的身影消失 魏勇暗暗松了口气 这才挺直了腰杆 走进了酒吧里 看到陈阳和魏勇擦身而过的一幕 酒吧全场都呆了 就算是黑狼舞馆的馆主 老板李继琳 也不会对魏勇这种态度吧 而且刚才面对陈阳的嚣张态度 魏勇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这说明什么 说明刚刚那个青年牛逼 非常牛逼 就在众人惊讶的时候 魏勇走进了酒吧 看到躺了一地的人马 他火气上窜 大骂道 卧槽他妈的 谁把我的人打了 给老子站出来 老子要把你五把分尸 刷的一下 全场顾客指了指酒吧门口 一口同声道 他刚走了 魏勇一愣 顿时反应过来 他们说的是陈阳 连忙捂住了嘴巴 生怕刚才的话太大声 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 陈阳这人 他惹不起啊 第四十五章 相依为命 陈阳和林柔出了酒吧 在江边缓缓地散步 江风吹过来有些凉凉的 令人精神一震 很是舒爽 林柔突然停下了脚步 把支票掏出来 递给陈阳道 这是你的钱 我不能要 柔柔 这明明是人家如经理的心意 怎么能说是我的钱 你赶紧收起来 陈阳一本正经道 语气还有些生气 林柔摇了摇头 我知道卢经理为什么给我 还不是因为你 但这数额太大了 我不能要 不要的话 那你扔掉好了 反正不是我的 陈阳耸了耸肩道 林柔看着手中的支票 沉没了下 把支票收起来 郑重道 这笔钱算是我借你的 等我以后挣了钱再还你 见林柔收下钱 陈阳也不再多说 至于林柔要还 到时候再说吧 他看着林柔身上的服务生制服 问道 对了 怎么刚刚放假 你就在酒吧做服务生 你可不像喜欢去酒吧的人 说起这事 林柔脸上露出忧伤之色 道 我妈妈生病了 我家又没钱给她治病 所以 我只能出来打工 想要挣钱给她治病 本来酒吧我也不想去的 但招并广告里给的待遇太好 所以我才去工作 听到这话 陈阳心底疑惑起来 林柔的爷爷 让他师父安排人保护林柔 在陈阳看来 既然对方能联系到自己的师父 林柔的家庭背景 肯定很厉害 绝不会出现 没钱治病的情况才对 可是现在看来 事情似乎并非她所想的那样 陈阳道 你妈妈得了什么病 要不让我去看看 我正好懂些医学知识 说不定能帮上忙 你还会医 林柔一脸狐疑的看向陈阳 显然有些不太相信陈阳的话 陈阳笑了笑道 怎么 你不信 我之前跟着一位老大夫学了几年 医术还过得去 林柔想了想 反正看看也没关系 变点头道 好 我带你去我家 不过你 可别告诉我妈妈 我在酒吧打工的事情 OK 陈阳做了个OK的手势道 不一会 陈阳进了林柔的家门 她放眼望去 里面的空间并不大 约有50平米左右 看来林柔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不然的话 也不会住这么小的房子 不过房间收拾得非常整齐 所有的东西都紧紧有条 一尘不染 妈妈 我回来了 林柔朝着里面的卧室喊道 卧室里传来一道有些虚弱的声音 柔柔 你不是说给人补习到11点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听到这话 陈阳看向林柔 没想到这小姑娘竟然还会撒谎 不过林柔显然并不擅长撒谎 脸颊刷得红了 有些结结巴巴道 哦 今天那个学生她 她有事请假了 所以我提前回来 对了 妈妈 我给你带来个大夫来 大夫 房里的声音有些意外 干笑了声道 妈妈这并不是那么好治 你哪里找来的医生 能行吗 一边说着话 林柔把陈阳拉着进了卧室 当陈阳看到林柔的母亲时 顿时有些惊讶 眼前的女人 虽然因为病魔而消瘦 甚至脸颊眼窝都凹陷了下去 但陈阳却是看出来 这女人的底子非常好 而且皮肤没有任何皱纹 只要她身体恢复 绝对是个美人 就算和林柔比 也不逊色 不过令陈阳有些疑惑的是 林柔是鹅蛋脸 她母亲是瓜子脸 两人的五官长得一点也不像 而且 林柔的母亲年轻得太过分 顶多也就三十五六岁 为了避免林柔误会 陈阳连忙把目光转开 笑了笑道 莫阿姨好 来的路上 林柔已经介绍了她母亲的名字 叫做莫运生 妈妈 她叫做陈阳 是我带来的大夫 林柔坐到莫运生的旁边 亲密地抱着母亲的手臂道 莫运生见陈阳这么年轻 不禁皱了下眉头 心想 这个年轻人不会是骗子吧 而且 就算不是骗子 这么年轻的大夫 能有什么本事 要知道都说老大夫 就是一个 老 自识香 小大夫就算理论再强 也比不上老大夫的经验厉害 林柔看出 母亲怀疑陈阳的身份 她笑道 妈妈 你别担心 陈阳除了是大夫之外 他也是我们班的同学 我之前给你说过 七磨六科考满分的同学 就是他 一听这话 莫运生顿时松了口气 在他看来 成绩好的孩子 肯定不会是坏人 不过 计算机专业考满分 跟医学有什么关系 莫运生又有了别的担心 暗想这小子 不会是为了追自己的女儿 骗女儿说他是大夫吧 如此一想 莫运生对陈阳没有了好感 冷漠道 你好 陈阳同学 请坐吧 陈阳看出了莫运生 对自己的不信任 尴尬的笑了笑 走到莫运生旁边 在床边坐下 道 莫阿姨 既然来给你诊病 那就开始 请你把手伸出来 我给你诊慢 陈阳 你这半调子医生 也太业余了吧 什么都不问你就把慢 你怎么知道是什么病 林柔别了别嘴 一脸看笑话的说道 其实把陈阳带到家里来 林柔就没指望 她能够治好母亲的病 拉定主意 莫运生把手伸出来 放在床边 对陈阳道 陈阳同学 你可别说的厉害 到时候 却诊不出个名堂来 放心 这天下的病 还没有我治不好的 陈阳傲然一笑 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神采 见他那装逼的样子 莫运生更是不喜欢这小子了 在他心里 还是老实巴交的男人 最适合组成家庭 陈阳这种人 一定要坚决从女儿身边赶走 莫运生把心一横 也不怕林柔生气 陈生道 陈阳同学 希望你别吹牛 不然的话 我以后可不允许 柔柔和你往来了 第四十六章 治病 一听不让自己和陈阳往来 林柔顿时就慌了 在他看来 陈阳肯定是治不好母亲的 也就是说 母亲摆明了事 不想陈阳和他有交集 他别了别嘴 晃着莫运生的手臂 娇称道 妈 你胡说什么呢 不要动病人 这样会影响病人的脉象 陈阳抬手制止道 表情一片淡定 根本没受到莫运生的影响 事实上 莫运生的行为 反而令陈阳看到了 他对林柔的母爱 也只有母亲才会这样 为了女儿 不惜拉下脸 来去得罪别人 至于莫运生对自己的偏见 陈阳完全没当回事 谁让自己这么年轻 医术就那么高明 除了圈子里的人 谁会相信 你怎么爱吧 莫运生没有理会女孩的娇称 抬了抬手 示意陈阳赶快开始 陈阳把手放在莫运生的手腕上 手指微微弹动 通过脉相 也就是说 林柔不是她的亲生骨肉 应该是收养的 这下母女两人 长得不像的事情 也就说得通了 这可有些奇怪了 莫运生长得这么漂亮 三十多岁了 难道没有男人追过她吗 陈阳微微摇头 不再多想 仔细探索莫运生的病情 过了大概半分钟 她开口道 莫阿姨 你的病症主要是头晕 恶性 厌食 腹痛 对不对 一听这话 莫运生愣了下 点了点头 承认了陈阳说的话 不过她心里却是暗响 肯定是林柔告诉陈阳的 陈阳笑了笑 又道 莫阿姨 你的病症出在胃上 我想 你在医院检查的时候 西医说 你的胃里有肿瘤 对不对 听到陈阳的话 莫运生眼中闪过惊讶之色 因为有关胃里肿瘤的事情 是她独自去检查的 并没有告诉林柔结果 她却没想到 竟然被陈阳发现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年轻的大夫 是有真本事的 什么 胃里有肿瘤 林柔顿时就慌了 看向母亲道 妈妈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莫运生点了点头 拍了拍林柔的手道 我不想你担心 所以没告诉你 怎么能不告诉我 你病情都这么严重了 再拖下去 说不定就 林柔没有说下去 拉着母亲的手道 走 妈妈你必须去医院 咱们没钱 住不起医院的 莫运生叹息一声 摇头道 林柔把那张二十万的支票 拿了出来 交集道 有钱 我们现在就去 见到支票 莫运生愣了下 还没来的 急问林柔哪来的 陈阳淡然开口道 莫阿姨现在去医院 已经迟了 救不了她 陈阳 你别胡说八道 一听陈阳的话 林柔急了 她眼眶中擒着泪花 眼看就要哭了出来 突然 她发觉陈阳的话 有些不对劲 揉了揉眼睛 她抬头道 你说西医不能治 意思是你有办法 如果是一般的大夫 当然没办法 陈阳摇了摇头 眼看林柔和莫运生 都是面露失望之色 她话锋一转道 但是 你们遇到了我 保证要到病除 真的 林柔和莫运生 都是惊喜道 当然是真的 别耽误时间了 我现在 就给莫阿姨治疗 陈阳说着 从裤兜里 取出了一个长条盒子 打开来 里面机关层层 竟是装了 满满一盒的银针 足足有上百根 她把银针放在床头 看了眼莫运生 对林柔道 先扶莫阿姨去洗个澡 然后再进行治疗 不一会 莫运生洗了澡 躺在床上 对陈阳道 开始吧 柔柔 帮阿姨把衣服裤子脱掉 陈阳手中 碾着一根银针 淡定地对林柔道 听到这话 林柔和莫运生 都是大吃一惊 母女俩的脸颊 顿时红了起来 都没有动 羞得低着头 看都不敢看陈阳 我现在是医生 你们不要多想 陈阳虽然平时嘻嘻哈哈的 但面对林柔的母亲 她心里并没有非分之想 除了尊重之外 她只是把莫运生 当成一个病人 扭捏了好一会 林柔念如道 陈阳能不能不妥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就不会这样要求了 陈阳无奈道 莫运生终究比林柔成熟 咬了咬牙 对林柔道 饶饶 你先出去 等陈阳给我治了病 你再进来 林柔知道 母亲是不想让她尴尬 她点了点头 看了眼陈阳 退出房间 轻轻地把房门关了起来 房间里静悄悄的 莫运生用余光 瞟了眼陈阳 见陈阳目光从容清澈 带着一股柔和 她心里顿时安定了很多 她藏在被窝里 缓缓地脱着衣服 过了一会 她对陈阳道 我脱完了 你来吧 陈阳点了点头 掀开了莫运生的被窝 因为生病 眼前的躯体 已经十分干瘦 莫运生把头扭向一边 眼睛紧紧地闭上 阿姨 治疗的过程中 可能有些热 有些痛 你别乱动 陈阳叮嘱了句 手中的银针 便插入了莫运生的身体 轻轻碾动了下 灌住进入一丝蒸气 然后 她又继续插入下一根银针 她的手法非常熟练 动作很快 不一会 莫运生的身上 已经插上了几十根银针 又在银针上鼓到了下 陈阳速度极快地 把银针全都拔了出来 给莫运生盖好了被子 淡然道 阿姨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 我待会开服要给揉揉 只要喝完药 就没事了 听到这话 莫运生这才从紧张中回过神来 没想到治疗的过程竟然这么快 真是丢人 竟然被她看光了 莫运生捏如了剧 充满成熟女人风韵的脸颊 一片通红 眼神中浮现出几分遐想之色 第47章 多亏了你 陈阳走出卧室 看到林柔正紧张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一见她出来 立刻跑过来 抓住了她的手臂 我妈妈怎么样 没事了 你拿纸笔来 我给你开服要 陈阳笑道 林柔连忙找来纸笔 陈阳写了服要 叮嘱道 每服要五碗水熬成一碗水 然后加上少许葱头 连续服要五天 阿姨的病就能彻底痊愈了 嗯 林柔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纸收好 她抬头 看向陈阳的眼睛中 含着晶莹的泪花 沉默了下 突然眼泪滑的就掉了下来 啜气道 陈阳 谢谢你 不用谢 陈阳笑着刮了下林柔的鼻头 知道这回林柔肯定担心母亲 她也就没有多留 转身走了 看着关上的大门 林柔的心情有些复杂 陈阳突然闯入她的生活 救了她两次 现在又救了她的母亲 她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公主 但陈阳真的 就像守护自己的骑士 这一瞬间 她心里小鹿乱撞 脸上浮起红韵 对陈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柔柔 陈阳呢 就在这时 卧室里传来墨韵声的声音 林柔回过神来 连忙进了卧室 道 妈妈 陈阳走了 进了房间 林柔看向容光焕发的墨韵声 连忙拿过镜子来 妈妈 你看你已经恢复了好多 看到镜子里轻瘦的美人 墨韵声嘴角不禁露出了笑意 她被病魔折磨了几年 憔悴的面容让她很是忧郁 如今恢复过来 她心情大好 墨韵声 你都多大年纪了 想什么呢 墨韵声在心底暗暗脆了自己一口 看向相依为命的养女 问道 对了 柔柔 你刚才那二十万的支票 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陈阳帮我弄的 林柔陈阴道 墨韵声哪里还不知女儿的心思 她这回再看陈阳 不仅医术高明 品行端正 而且随手就能拿出二十万给林柔 这绝对是丈母娘眼中的超级家序 这一次 墨韵声没有再劝说 笑了笑道 陈阳是个好孩子 柔柔你试着 和她多接触一下 听到这话 林柔的脸刷得就红了 娇称道 妈妈你别胡说 我和陈阳只是同学关系 就在林柔母女俩 谈论着陈阳的时候 陈阳也在思考他们的身份 林柔是孤儿 但却有个委托 我来保护她的爷爷 那她的父亲又是谁 他们一家人 为什么不相认 而且 她爷爷肯定身份不简单 绝不会缺钱 为什么不想办法资助一下他们母女 陈阳想来想去 觉得这事情 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不然的话 林柔的爷爷 为什么不主动认这个孙女 不过 不管是什么情况 陈阳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林柔 并不是因为她的任务 而是她现在把林柔 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从林柔家回来之后的几天 陈阳可说是百无聊赖 整天就在寺院里 看着几个女人进进出出 她却只能在没人的时候练练功 这一天 很难得几个女人都休息 关锡月又去孤儿院当义工了 苏子宁早早的起床收拾院子 叶以擎和陈阳的房门紧闭着 没有半点动静 眼看日上三竿 寺院迎来了一位客人 林柔 苏子宁看到出现在门口的林柔 惊喜地叫了声 笑着招呼道 快进来坐 子宁姐 陈阳在吗 林柔笑眯眯地对苏子宁打了声招呼 然后问起了陈阳 苏子宁笑了笑 朝着陈阳的房间喊道 陈阳 日上三竿 林柔来找你了 还不赶快起床 说完 苏子宁给林柔倒了杯水 一脸感激道 上学期多亏你给陈阳补习 她这才只挂了一颗 不然的话 她铁定全挂 那可得留急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见苏子宁一脸感激之色 林柔有些不好意思 善笑道 子宁姐 其实我没怎么给陈阳补习 她的成绩本来就很好 期末考试她六颗满分 考了我们专业第一名 另外挂的那颗 是因为她迟到 没能进考场 什么 六颗满分 第一名 苏子宁心头大惊 突然想起陈阳说过 要考个第一回来 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做到 只是没有宣扬 知道了真相 苏子宁很是高兴 觉得陈阳成绩这么好 总算是要出人头地 即使和陈家那些人比起来不算什么 至少也不算丢脸了 虽然心里激动 但苏子宁表面上依旧十分淡定 对陈柔道 无论怎么说 也多亏你在学校照顾她 就在这时 叶以晴打着哈欠走了过来 看到陈柔 她笑着招呼了一声 坐到了旁边 见叶以晴过来 苏子宁进厨房去准备饭菜 道 以晴你陈柔坐坐 陈阳再不出来 你就去拍她的门 叶以晴对苏子宁 做了个OK的手势 转头对陈柔道 你来找陈阳 我是来把她的钱给她 顺便把我妈做的芝麻饼 给她带来 林柔笑了笑 从包里拿出一个纸盒 打开道 以晴姐 你也吃点吧 听到林柔这话 叶以晴哪里还会去关注芝麻饼 惊呼道 你们已经见过家长了 她还给你生活费 林柔翘脸一红 忙解释道 钱不是陈阳给的 是她帮我讨的工资 但是太多了 我不能要 另外 我们并没有见过家长 只是她帮忙 治好了我妈妈的胃癌 我妈妈很感激她 这才让我送芝麻饼来 治好了胃癌 叶以晴面露精仪之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胃癌这东西也能治好 可是她知道 林柔没必要说谎 也不会就这种事情说谎 突然 她藤弟站起身 朝着陈阳的房间跑过去 一脚踢开了房门 可她刚往里冲了一步 便气急败坏地退了出来 大骂道 混蛋 你怎么不穿衣服 第48章 侮辱 混蛋 你怎么不穿衣服 叶以晴大骂一声 气呼呼地退出了陈阳的房间 顺手戴上房门 脸上满是郁闷之色 陈阳正在房间里练功 虽然她知道 有人跑了过来 但没料到会直接踢门 所以 她完全没有准备 听到叶以晴在外面叫嚷 她朝着房门外喊道 谁说我没穿衣服 我明明穿了底裤 还有 这里是我的房间 你管得着我穿什么吗 你就这样直接踢门冲进来 难道是想飞离我 你果然是个女流氓 跟你住在一起 实在是太危险了 听到陈阳和叶以晴的动静 苏子宁和凌柔跑出来一看 都是一阵乌语 尤其是凌柔 简直没想到 叶以晴竟然会这么彪悍 冲进了陈阳的房间 还看到了只穿底裤的陈阳 顿时 她心里有些不乐意了 那种感觉 就像自己的私密物品 被人偷窥了一般 苏子宁发现 凌柔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她心思一转 解释道 以晴有些莽撞 不过她心底是好的 凌柔你可别误会 哦 我先走了 凌柔微微皱了下眉头 对苏子宁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寺院 就在凌柔前脚走出寺院 陈阳后脚就出了房门 瞥了眼站在门口的叶以晴 没好气到 我说亲爱的大宗师 我在这个寺院住了不到一个月 就被你看了两次 这件事 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宗师开宗立派 是对武道大师的称呼 这样的人 整个北洪省也未必有一个 陈阳这句大宗师 显然是业于叶以晴 叶以晴柳眉倒数 但却又觉得自己理亏 加上他一想自己有求于陈阳 他也就不再争执 冷哼一声道 那我对不起行了吧 有喝 你竟然会道歉 陈阳挑了挑眉毛 走进餐厅 抓起桌上的芝麻 饼吃了起来 对苏子宁道 子凌姐 我听到柔柔来了 人呢 看到以晴闯进你的房间 他走了 苏子宁指了指寺院大门 一脸深意地看向陈阳 陈阳看了眼院门 眉头一皱 暗道 不会是因为见叶以晴 看到自己只穿底裤的样子 凌柔这丫头吃醋了吧 叶以晴跟着陈阳 坐到了餐桌边 轻轻敲了下桌子 等陈阳看过来 他开口道 陈阳 帮我个忙 有你这么求人帮忙的 陈阳瞥了眼叶以晴 把头转向旁边 一脸的嚣张 到底帮不帮 叶以晴双目一瞪 一把抓住陈阳的胳膊 就往外拖 边走边说道 你不帮我 我就举报你飙车 到时候你 飙车 陈阳你什么时候飙车了 苏子宁疼的站起来 一脸紧张道 陈阳生怕苏子宁担心 连忙顺着叶以晴就往外走 反而变成了 他用胳膊拖着叶以晴 两人小跑着出了院门 上了叶以晴的甲壳虫 陈阳问道 说吧 你要我帮什么忙 叶以晴发动了汽车 道 林柔说 你治好了他母亲的胃癌 这是真的 你猜 陈阳神秘一笑道 叶以晴双目一瞪 眼看就要发火 但又按捺下来 联想到陈阳的功夫 车技 学业 一次次让他惊讶 他不由自主的 也肯定了陈阳的医术 见叶以晴不说话 陈阳躺在椅子上问道 你要我帮你治的人是谁 我爷爷 现在情况很糟糕 看了很多医生都没办法 叶以晴说到这 目光暗淡下来 没有了平日的凶悍模样 见此 陈阳笑道 走吧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房东 帮房客办点事 是我应该做的 不一会 两人到了北洪省医院 只见医院里外全市人 都是从北洪省各地 赶到这里来治病的人 甲壳虫继续往旁边 一栋楼驶去 这栋楼清静了许多 而且一楼必须刷卡 才能进去 旁边则是挂着的牌子 陈阳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这里是特户病区 你应该不缺地方住吧 怎么你 还要到我寺院 来租房子住 陈阳下了车 笑着调侃道 叶以晴没有解释 只是拉着他 急匆匆地 朝着特户病区房走去 门口的保安 一看到叶以晴 主动拿出卡 帮他们打开了门禁 坐电梯上了五楼 走廊里静悄悄的 只有镜头的一间病房 前围着许多人 一个个无论老少 个个都面色严峻 气质不凡 一看就不是普通 这些人围着三个 穿白大褂的医生 正在听医生 讲解着病人的病情 表情是越来越难看 哟 叶宗师舍得出现了 就在陈阳和叶以晴 走过去时 其中一个穿着西装 面向鹰雾的青年 冷笑一声道 听到声音 其余的人朝这边看过来 都是不由的眉头一皱 表情各异 陈阳看出来了 这帮人显然对叶 以晴不怎么待见 叶以晴没有理会 那名青年的嘲讽 他静止走到一名头发花白 面向敦厚的中年人面前 道 大伯 爷爷怎么样 大伯还没开口 那名青年抢过话头 冷声道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现在知道爷爷不行了 过来分家产吗 叶超海 你闭嘴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叶以晴咬了咬牙 冷冷地瞪了眼叶超海 超海 你和以晴怎么说都是亲兄妹 何必一见面就吵嘴 大伯叶伟伦皱了下眉头 沉声道 叶超海哼了声 不懈地瞥了眼叶 以晴 开什么玩笑 他就是个野种 也配当我妹妹 叶以晴是他父亲的私生子 母亲因为早产 没能保住性命 这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痛楚 此刻听到叶超海侮辱的话语 顿时触及了他的禁区 他面色一变 往前踏出一步 眼中充满了愤怒之色 盯着叶超海道 叶超海 你有种再说一次 我一定打得你妈也不认识你 叶超海面色一变 却是不惧叶以晴 但他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 一名面向稳重的中年人 抬了抬手 冷声道 好了 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让别人看我们叶家的笑话吗 这名中年人 显然在叶家的地位很高 他一开口 叶超海没有再侮辱叶以晴 只是冷哼一声 便不再言语 二伯 叶以晴给说话的中年男子 打了声招呼 但他并没有和对方多说 而是继续转头对叶伟伦道 大伯 现在爷爷的情况如何 还有我爸呢 他怎么不在 第49章 祖兰 你爸爸在开会 马上就到 至于你爷爷的情况 叶伟伦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下去 叶以晴见大伯这般模样 心知爷爷的病情 肯定十分严重 他眼神中闪过慌乱之色 一把拉住陈阳的手腕 就要往病房里走 站住 叶超海闪身挡在了病房门前 上下打量着陈阳 冷笑道 叶以晴 这是你男人 你也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想带进去见爷爷 莫非 你是想让爷爷也分他一份家产不成 超海 你这话过分了 大伯叶伟伦皱了下眉头道 二伯叶天伦看了眼陈阳 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 对叶以晴道 以晴 这位小兄弟是谁 你怎么也得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叶以晴看向眼前的几位长辈 道 他是我请来给爷爷看病的医生 什么 医生 叶家的人一惊 随即都是哑然失笑 陈阳看起来顶多二十岁出头 穿着也十分普通 脚下甚至还踩着 没来得及换的一双人字托 就这脉象 即使是医生 也是那种骗人的江湖郎中罢了 真是胡闹 以晴你 竟然带这种人来给你爷爷看病 你是嫌他病的还不够严重吗 二伯面色一沉 朝着叶以晴吼道 大伯也摇了摇头 道 以晴 你的确有些莽撞了 就连专家都拿你爷爷的病情没办法 这小兄弟如此年轻 医术又能高明到哪里去 大伯 你还和他客气什么 我看他今天来就是想捣乱 想把我们叶家搅得不安宁 他才满意 叶超海骂骂咧咧道 此时人群中其他几人 也都对叶以晴恶言相向 除了大伯大婶 语气稍微柔和些外 其他人是一个比一个说的恶毒 陈阳看着眼前的情况 已经弄明白了八九分 叶以晴是他爸爸的私生子 那个叶超海才是正式所生 整个叶家都有些不带见叶以晴 而叶以晴的性格又偏偏十分要强 所以离家出走 没留在叶家 但在叶家中 叶以晴的爷爷对他肯定很好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关心爷爷的病情 甚至不惜被别人侮辱 也要带陈阳到这里来 至于叶以晴的父亲还没出现 陈阳无法判断 父女之间的感情如何 就在陈阳分析着眼前情况的时候 叶超海却是指着他嘲笑道 瞧瞧这傻帽的样子 头发乱糟糟的 还穿双拖鞋 不会是刚起床吧 就这打扮 既然赶来给我爷爷看病 你知道我爷爷是什么人吗 难道你爷爷不是花锦国人 陈阳瞥了眼叶超海 冷笑道 叶超海愣了下 瞪着陈阳 臭小子 你竟然还打还嘴 你这种垃圾 岂能和我爷爷相提并论 赶紧滚蛋 别在这里啊 叶超海 你嘴巴放淡静点 不然我不客气了 叶以晴伸手把叶超海推开 也不顾众人的阻拦 拉着陈阳 就往病房里走 给我站住 二伯叶天伦冷喝一声 对旁边一名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中年人 使了个眼色 那中年人闪身拦在了病房门口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波动 目光平静地看着叶以晴和陈阳 道 以晴小姐 请你留步 周凯 你给我让开 叶以晴看向眼前的中年人 目光中露出忌惮之色 却是不敢像对叶超海那样去推对方 陈阳打量着叫做周凯的中年人 对方身高约有一米九 身材强壮 站在病房门口 犹如铁塔一般 将整个房门挡得严严实实 而且 他气息平缓绵长 双手手掌骨节粗壮 掌心拳头都有厚厚的老茧 此人绝非一般的武夫 更重要的是 他散发出森森的阴冷之气 眼神深处透着杀鸡 显然是个时常见血 甚至是杀过人的狠角色 二伯叶天伦看向叶以晴 沉声道 以晴 你胡闹够了没有 我们看在你父亲的面上 没有为难你 但真要说起来 你根本不算我们叶家的人 听到这话 叶以晴娇躯一颤 眼中透着伤痛 愤恨之色 险些就要爆发 但为了爷爷 他并没有转身拂袖而去 而是选择了迎刃 这一刻 陈阳突然有些敬佩起这个女武徒来 虽然平时有些蛮不讲理 但他的心底真如苏子宁所说那样 是个重感情的好人 骂道 叶以晴 你个野种 听到没有 连二伯都说你不是叶家的人 你赶紧滚蛋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超海 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二伯警告了叶超海一句 看了眼陈阳 对叶以晴道 以晴 看在你姓叶的面子上 你可以进去看爷爷 不过你找来的 这位江湖郎中 赶紧让他离开 不然我们可不会留情了 二伯说的对 一个穷酸样的江湖郎中 竟然想进去祸害爷爷 赶紧滚 叶超海没有理会 对二伯的警告 依旧是出口成赃 指着陈阳骂道 见叶家的人 不让陈阳进病房 还三番四次出言侮辱 叶以晴心里 狠是过意不去 生怕陈阳一个不爽 转身就走了 到时候 谁来给爷爷治病 他咬了咬牙 坚决道 不行 陈阳是来给爷爷治病的 他必须跟我一起进去 这里不是你说了算 二伯叶天伦冷哼一声 面色越发的阴沉 叶超海 则是对拦在门前的周凯道 周凯 赶紧把这小子扔出去 我看这小爷总能怎么样 面对叶超海的命令 周凯淡然道 对不起 超海少爷 老爷吩咐我的事 听二爷和三爷的命令 其中不包括你 叶超海嘴角一抽 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却不敢拿周凯怎么样 眼看局面僵持 二伯叶天伦 眼神中露出狠色 瞥了眼陈阳 对周凯道 周凯就按超海说的 把这江湖骗子扔出去 动手 是 二爷 周凯点了点头 目光刷的落在陈阳身上 仿佛看着猎物一般 眼神中充满了冰冷的光芒 眼看战斗一触即发 走廊另一边 突然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都给我住手 第五十章 很牛逼吗 你们在干什么 都给我住手 听到声音 病房门口的人 朝走廊另一边看了过去 都是面露尊敬之色 就连二伯叶天伦也是如此 显然是叶家 最有话语权的人来了 陈阳转头看去 只见来者 是名气质不凡的中年人 长得很是俊朗 迈着稳重的步子 带着高位者的气势 朝这边走了过来 三弟 老一辈的人 对中年人点头招呼道 叶超海火急火燎地跑过去 指着叶以晴道 爸爸 叶以晴带来个江湖骗子 说是要给爷爷治病 我看 他就根本没安好心 听到叶超海叫来者爸爸 陈阳顿时明白了 此人就是叶以晴的父亲 叶以晴见到自己父亲过来 他并没有叫爸爸 只是淡淡地看了眼 便转头对叶超海道 我带陈阳来 是给爷爷治病 你休想污蔑我 叶允伦一来 就遇到自己儿女争仇 本就烦躁的心情更是郁闷 不过他非常沉稳 打量了下陈阳 对叶以晴道 要进去看爷爷就看 其他的 你什么都不能做 说完 叶允伦没有理会在场的其他人 推开病房门就走了进去 叶允伦作为叶家第二代的领军人物 叶家其他人对他很尊敬 此刻见他进了病房 连忙都跟了进去 臭小子 算你运气好 我爸救了你 不然周凯能把你打爆 叶超海瞪了眼陈阳 一脸嚣张的走了进了病房 眼中没有半分忧伤之色 仿佛病房里躺着的那个老人 与他无关 陈阳 叶家的人除了我爷爷 其他人都这样目中无人 你别放在心上 等其他人进了病房 叶以晴很难得的 竟然给陈阳解释起来 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早揍他们了 陈阳挥了挥手拳头 随即笑道 不过 我想了想 我的品德那么高尚 性情又大度 怎会与他们这种小人斤斤计较 看着陈阳装逼的表情 叶以晴知道 他是在宽慰自己 不禁哑然一笑 拉着陈阳进了病房 病房非常大 叶家所有人进去 也一点不显的拥挤 病床上躺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 面容枯高 形貌憔悴 一看就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允伦 你来了 老者抬了抬眼皮 看向了叶允伦 又缓缓地转动了下脑袋 浑浊的目光中 闪过疑惑之色 怎么没看到以晴 你们不让他 来看我这老头子吗 爷爷 我在 叶以晴连忙从人群后面 走到病床边 握着老者的手 眼眶有些湿润起来 看到叶以晴 叶老很是高兴 笑了笑 拍着叶以晴的手掌道 还是你好 其他这些家伙 一个个来了 就问东问 西 生怕我藏了什么家产似的 一听这话 叶家其他人 面色都有些难看 叶允伦皱了下眉头 忙解释道 爸 我们怕你有什么事情 忘了交代 交代个屁 等我一死 叶家没了我坐镇 光凭你那边本事 早晚被别人 把叶家吞并 哼 我一死 以后叶家就完蛋了 叶老冷哼一声 丝毫没给叶允伦面子 不过听到他这话 叶家众人也都有些失落 他们知道 叶家能有现在的辉煌 全靠叶老坐镇 如果叶老归天的话 叶家必将一蹶不振 爷爷 你别担心 我带了威医生来 你不会有事的 叶以晴说着 对陈阳使了个眼色道 赶紧过来 给我爷爷看病 陈阳正欲走过去 却被叶超海拦住 被叶老道 爷爷 这小子就是个骗子 说不定是叶以晴带来害你的 不能让他靠近你 以晴会害我 叶老沈笑一声 沉生道 让他过来 在叶家 叶老的话 没有人能够侮逆 虽然其他人 都有一万个不情愿 但还是让陈阳 走到了叶老的床边 叶允伦见此 冷声对陈阳道 这位小兄弟 我警告你 如果你是有真本事 那我叶允伦就 欠你一个人情 但若是 你敢欺骗我们 哼哼 我保证你 无法走出这个病房的门 而且 你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陈阳对叶允伦 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十分厌恶 此刻见对方威胁自己 他就更不爽了 他看向叶允伦 不屑一笑 道 首先 我不需要你们叶家的人情 我今天来 也是看在以晴的面子 否则你们以为能请动我 其次 我陈阳想走就走 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最后警告你们 谁要是再叽叽歪歪 要我救命的话 下次 就必须求我了 大胆狂徒 你说什么 听到陈阳的话 叶家的人 都是面色骤变 他们叶家在大义室 抵御身后 谁见到叶家人 不是恭恭敬敬 可眼前这年轻人 说出的话 却是完全不给叶家面子 出言不逊 实在是嚣张至极 小子 你知不知道 是在和谁说话 我爸爸可是大义首富 他一句话 就能让你再大义寸步难行 叶朝海指着陈阳 气急败坏道 陈阳冷冷一笑 没有丝毫动容 淡然道 大义首富 呵呵 很牛逼吗 你一个小年轻 竟然看不起首富 这岂止是嚣张 简直狂妄到发疯了 叶云伦见自己竟然被无视 他眼神中闪过很励志色 依旧保持了几分风度 沉生道 很好 既然如此 那就请你给我父亲看病 若是治不好 后果自负 见到的如此局面 叶以晴却是心头扑通猛跳 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陈阳到底有没有把握 能够治好爷爷 陈阳 不如算了 如果治不好 这帮人可是真的会对你下手 叶以晴毫无感情地看了眼叶家人 低声对陈阳道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陈阳淡淡一笑 给了叶以晴一个放心的眼神 然后走到了叶老床边 开始诊脉 第五十一章 精华完 陈阳给叶老诊脉之后 发现叶老的生机就快断尽 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照现在的情况下去 最多活不过五天 就算是他出手 也要耗费大量的真气 利用特殊的手段 才只能给叶老调出性命 还不能完全治愈 要想完全治愈的话 则是需要几位十分珍贵稀有的药材 经过特殊配置之后 才行 过了片刻 陈阳松开叶老的手腕 看向表情各异的叶家人 淡然道 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一听这话 叶家人顿时就炸锅了 小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是咒我父亲死吗 原来真是个骗子 看来超海说对了 已经真的没安好心 现在露出了马脚吧 我看你 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叶家人都是对陈阳怒目而视 最后一句话 则是叶超海说的 陈阳鄙怼的扫了眼叶家人 话锋一转道 不过 你们很幸运遇上了我 他这病 我可以治 你能治 怎么不一次把话说完 非得逗我们是吧 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家人都是目光发亮 不过房间里负责给叶老看病的医生 却是皱了下眉头 没好气到 小伙子 话可不能乱说 叶老这病连我都没办法 你一个小年轻 怎么可能治得好 这名医生叫做姚永胜 是州医院的院长 医学界的权威 通过各种现代的医疗科技手段 他早就给叶老判了死刑 只是没有明说 但叶家人都是心照不宣 此刻一个青年人却说能治 这不是质疑他的医疗水准 打他的脸吗 你治不了 不代表别人不能治 医学博大精深 花锦国文化远远流长 很多东西都不是你们能够理解的 陈阳脸上露出超然的表情 眼神中还闪过一丝鄙夷之色 见此 众人都觉得 他是在装逼 姚永胜痴笑一声道 我不懂医学 我师父是著名老大夫吴文广先生 就连他都说 夜老的并没办法 你难道还能比我师父吴文广强 吴文广吗 虽然没见过 但听说好像有几分本事 陈阳听过吴文广的名字 但他从来没在意过 因为无论是辈分还是医术 吴文广都差他太远了 而且 两人的医学体系也完全不同 说不到一块去 见陈阳连自己的师父都不放在眼里 姚永胜心头大怒 眼睛都红了 喝道 这里是我的医院 你一个外来者 休想骚扰医疗秩序 姚医生 请你先退出去一下 就在此时 旁边的叶允伦突然发话道 姚永胜愣了下 还想解释 但见叶允伦语气坚决 他不愿得罪这位大医师首富 只得泱泱地走出了病房 叶允伦看向陈阳 语气缓和了很多 道 陈阳是吧 既然你能治 那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为家父治疗吧 我会为叶老治疗 但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因为你的面子不值钱 陈阳淡然道 转头看了眼叶以晴 笑道 我是给以晴面子 叶允伦还是第一次 被人接二连三的如此轻视 眼看就要发火 他又压制了下来 目光眯缝了下 眼神透着几分阴险 叶以晴见陈阳能治好爷爷 他心里十分激动 盲问道 你需要什么东西 给我拿纸笔 有些药材需要你们准备 顺便再找个瓷瓶来 陈阳没有对叶以晴说 而是看向了叶超海 冷声道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找东西来 你敢指挥我 叶超海双目一瞪 气呼呼道 叶允伦沉声道 快去 叶超海皱了下眉头 只得去找来纸笔和瓷瓶 递给陈阳道 现在你嚣张 我早晚让你付出代价 你是猪脑子吗 这会可是你们叶家在求我 你这样威胁我 就不怕我甩手走人 陈阳冷笑一声 嘲讽道 叶家人文言 都是一脸鄙视的 看着叶超海 虽然没说什么 但心里却觉得 这小子的确是有些没脑子 陈阳刷刷在纸上 写了需要的药材后 递给叶允伦 道 我先给叶老调着命 你们去找这些药材 搜集其之后再联系我 说完 陈阳不再理会在场的人 把手伸进了衣服里 在身上搓了起来 而且表情凝重 搓得十分卖力 头上还冒出痘大的汗珠 看起来像是有多辛苦似的 只见他搓了前胸搓后背 搓了后背搓叶下 除了裤裆里 他就快把身上各个部位都搓了个遍 看得周围的人是一阵恶心 心说 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让你治病 你在这里搓起了早 而且还是干血 虽然心头又是疑惑 又是鄙夷 但没有任何人打扰陈阳 毕竟他说的对 这会是叶家人求别人救命吗 大概过了十分钟 叶家的人就快沉不住气的时候 陈阳长长的出了口气 左手擦了擦满头的汗珠 右手从衣服里取出来 手心里赫然是三粒小米大小的褐色圆球 看到那三粒圆球 陈家的人顿时感到恶心不已 可是奇怪的是 他们突然发现 空气中隐隐飘着一丝淡淡的清香 闻了令人精神一震 头脑都清醒了很多 感觉十分舒服 搞定 陈阳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把三粒圆球放在叶超海拿过来的瓷瓶里 递给了叶乙青 道 这是我的三粒精华丸 每三天给你爷爷吃一粒 可以保他九天无碍 所以 他们必须在九天内找齐药材 否则的话 你爷爷就没救了 叶家人先前还没弄懂陈阳在干什么 此刻一听这话 他们顿时就火了 原来是个疯子 亏我们还看他表演了这么久 全都被他耍了 竟然敢这样 耍我们 简直是 没把我们叶家放在眼里 叶家人都是嚷嚷起来 看向陈阳的眼神中充满了怒火 臭小子 你竟然让我爷爷吃你身上的污垢 你不想活了 叶超海大骂道 一把夺过叶以勤握 在手中的瓷瓶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瓷瓶碎了一地 三粒褐色圆球 咕噜噜地在地上滚动 见此 陈阳面色刷的就变了 第五十二章 深不可测 如陈阳所说 那三粒圆球并非什么污垢 而真的是精华丸 是凝聚了他身体能量的皮质分泌物 并且他在里面灌注了大量的真气 可谓是他费了好大力气 才得到的成果 绝非一般的物品 如果不是看在叶以勤的面子上 他还真不会消耗自身能量去帮对方 要知道 刚才他在身上搓的时候 险些把皮都搓浪了 却不料最后的成果 居然被人当成废品 随手摔在了地上 放肆 小子你太嚣张了 叶云伦暴怒道 他本以为陈阳可能有几分真本事 却没料到 对方是在耍他 戏弄他 他面色一冷 不再留任何余地 对旁边的周凯道 周凯 断他手脚 把他拿下 是 周凯爆喝一声 猛地朝陈阳扑了上来 一米九高的个子 动作却是十分矫健 两步便冲到了陈阳的跟前 他并没有因为陈阳年轻 而有任何留手 出手十分狠辣 直接一脚朝着陈阳的膝盖踢过来 显然是要一脚踹断陈阳的腿 手段非常凶悍 对方刚一出手 陈阳就看穿了周凯的底细 手上有真功夫 但在他眼里 却只是刚刚入门罢了 根本不够看 眼看周凯攻上来 陈阳没有任何动作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被踢断腿 可就在周凯即将碰到他膝盖的刹那 他动了 他膝盖一弯 直接朝着周凯的脚底顶了上去 两箱撞击 咔嚓一声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陈阳另一只脚在地上借力 飞升而起 右脚反升回旋踢 踢中了周凯的胸口 轰的一声 墙面凹了下去 仿佛整栋大楼都在摇晃 他壮士的身子落地 还想朝陈阳扑上去攻击 可是右脚刚移出地 便疼得栽倒在地 却是脚掌被陈阳用膝盖顶的骨折了 他又赶忙摸了摸胸口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这才发现 肋骨也是断了好几根 叶家的人见此 顿时面色就变了 全都一脸惊讶地看向陈阳 简直不敢相信 他竟然能轻松打败周凯 要知道周凯不是普通人 他师诚高人 一身功夫再大意 可说是难逢敌手 至少叶家的人从来没见他败过 可是在陈阳面前 他却连一招也支撑不了 直接被打得趴下 失去了周凯的保护 面对陈阳这种战斗力的狠人 叶家的人都淹了 生怕哪句话说错 就和周凯一样的下场 哪怕叶允伦也闭嘴了 首富又如何 不经打呀 陈阳瞄了眼地上 和碎刺片混在一起的精华丸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好心帮忙 这帮家伙屡次羞辱不说 最后还毁了自己的成果 陈阳本是火爆脾气 能忍到现在 已经非常不错 给足了叶以勤面子 一帮没见识的家伙 老子费尽力气弄出来的宝贝 竟然被你们当成废品 知不知道 就这几粒丸子 有多少人求而不得 陈阳冰冷的目光 扫过叶家之人 停顿在叶允伦身上 冷笑道 亏你还是大意首富 见识浅薄 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 无情无义 说完 陈阳转头对叶老道 说实话 我很想救你 但你这帮废物子孙太蠢了 如果还想我出手的话 就让他们都跪下来求我吧 话音一落 陈阳朝着病房门走去 叶家人连忙避开 给他让出了路 等陈阳离开 叶以勤才回过神来 他想要追出去 却已经晚了 突然 叶允伦走到叶以勤面前 一巴掌抽在了叶以勤的脸上 把叶以勤打得脚下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上 腿被碎瓷片划破 鲜血将雪白的长腿染成了红色 瞧你干的好事 带了人来羞辱我们叶家吗 叶允伦早已怒不可遏 直到陈阳走了 他才敢把火发在自己女儿的身上 叶以勤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 目光冰冷地看向叶允伦 咬了咬牙道 叶允伦 你经过父亲的责任吗 呵呵 你根本没自得打我 反了你 你个野种竟然还敢 对爸爸出言不逊 以勤 这次你太过分了 带个骗子来 不仅打了周凯 还羞辱我们 这是怎么说的过去 我看他就是故意这样做 想要把我们全都气死 然后继承叶家的产业 其他叶家人 此刻也纷纷叫嚣起来 各种脏话都骂了出来 不断地侮辱着叶以勤 叶以勤看着这些人的丑恶嘴脸 觉得自己离家出走的决定 简直太正确了 因为在叶家 除了斗争和侮辱 他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感受不到任何的爱 呵呵 叶以勤苦涩地笑了声 顺手抓起落在他腿边的一颗精华丸 站起身 不顾腿上流淌的血液 冲出了病房 你走 以后你不再是叶家的人 不再是我女儿了 叶允伦对着叶以勤的背影喊道 脸上充满了怨恨 哪里有半点父亲对女儿的关爱 等叶以勤走了 叶允伦对叶老道 爸 你放心 我这就给你联系国外的专 联系个屁 嗨嗨 没等叶允伦把话说完 叶老已是破口大骂起来 他抬起颤抖的手臂 指着叶允伦道 刚才那小伙子说 对了 你目光浅薄 自以为是 无情无义 哼 什么狗屁首富 你还不是继承老子的财产 一通指责下来 叶允伦的面色已是铁青 叶老又对周凯问道 周凯 你刚才动了几成力 老爷子 刚才我见那小子 竟然给你吃他身上的污垢 所以很生气 使出了权力 周凯有些虚弱道 一听这话 叶老更是恼了 手指挨个指过叶家几兄弟 骂道 瞧瞧你们这些猪脑子 尤其是你叶允伦 居然就这点眼见 一位年纪轻轻 就能一招解决周凯的人 会是普通人吗 依我看 以秦的这个朋友 完全是深不可测 第五十三章 艰巨的任务 听到叶老说 陈阳深不可测 叶允伦皱了下眉头 道 要不 我让人去把他追回来 一听这话 叶老更是怒了 你真是猪脑子 你们刚才怎么对别人呢 现在去追他 他会回来吗 被叶老一番训斥 叶家人面色都是十分难看 却又无法反驳 叶老失望地叹息一声 道 把刚才那三粒药丸捡起来 说不定到时候 真能救我一命 是 叶家人连忙在地上走 可是发现 有两粒都已经被踩得稀烂 根本没用了 至于第三粒 则是直接不知所踪 真是报应 如果不是你们目中无人 又怎会弄得这般下场 叶老摇了摇头道 陈阳出了医院 正往家里走的时候 接到了任小剑的电话 邀请他到建武武馆参观 他一口就答应下来 说起来 人家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算是有名望的武道家族 传承已久 并不缺钱财 可是现在任小剑这个人家少主 却要出来抛头露面搞武馆 在那些传统的武道家族眼里 这可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毕竟教普通人那些花拳绣腿 在很多武者眼中 是对自己的侮辱 所以 陈阳想看看任小剑的建武武馆 和那些假武馆 就到了建武武馆 他原本以为会是一座古朴的院子 却没想到建武武馆 是在一座大楼的四楼 占地面积很大 装修风格十分现代 看到那些 黑道 练功的人 陈阳不禁哑然失笑 任小剑这是廉甲武馆 也算不上 根本就是个健身中心 已经远远脱离了花锦国武馆的概念 没有师承 没有门规 没有实力 陈阳心头暗道 阳哥 你来了 任小剑见到陈阳 热情地迎了上来 把陈阳带进了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墙壁是一面玻璃 从里面能看到外面 从外面看 却是一面镜子 陈阳只向外面 练着没有杀伤力功夫的学员 对人小剑道 你这地方也太扯淡了吧 就这样子 还是武馆吗 任小剑尴尬地笑了笑 道 阳哥 这也是没办法 如果我真的搞个人家武馆 传授人家的功夫 首先就没人吃得了那苦 我们就没法招学员 另外 到时候可就有踢馆的来了 就凭我那两下子 对付一般人还行 遇到高手 可就得丢人了 陈阳沉默了下 没有多聊武馆的事情 朝任小剑挑了挑眉梦 笑道 你这地方不错呀 说实话 那些女学员 你小子有没有动歪心色 阳哥 你说到哪里去了 任小剑尴尬一笑 连忙转移话提道 对了 阳哥 我今天请你来 除了参观一下我的武馆 另外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不会是要我帮你们人家杀人吧 陈阳面色严肃道 他可不想任小剑 给自己弄些麻烦事情 任小剑忙道 不是 是请你保护个人 是大一市本地一家企业的老总 最近他遇到些麻烦 找到了我 希望我能给他找一个有能力 人品好的人保护他一段时间 人品的话 在花锦过我说第二 绝没有人说第一 陈阳先是自夸了句 随即撇嘴道 不过 我又不是保镖 这种事 请你找我干嘛 而且要我保护人 收费可不是一般的狗 更重要的是 我已经退休了 一听这话 任小剑感觉没戏了 价钱可以商量 可是人家杨哥都说退休了 肯定就不会接下这个工作 既然如此 我也不抢货杨哥 我想想 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 任小剑失望地摇了摇头 把桌上的资料收起来 难难道 安宁怎么给我出了这么个难题 这保护你的人 哪有那么好找 首先不熟的人 人品我就信不过呀 等等 你说什么 安宁 要保护的人是安宁 听到 安宁 这个名字 陈阳眼睛都亮了 他虽然回到大一不久 但已经听过很多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因为这位叫做 安宁 的老总是一位超级大美女 见陈阳问 任小剑点了点头 对啊 要保护的就是安总 小剑 怎么说呢 虽然我退休了 但你知道 我这人重情重义 原本我是不想接这个任务的 不过 我又怎么忍心让你为难 想一想 我还是忍辱负重 帮你一把 这个保护安总的工作 我就接了吧 陈阳一脸大意的模样道 仿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似的 任小剑嘴角一抽 哪里不知陈阳在想什么 道 杨哥 你要不要先看看安总的照片 小剑你什么意思 看不起杨哥是不 难道你以为 我是为了人家的美貌才去的 低俗 夏刘 父亲 我是那种人吗 陈阳一正言词地拒绝了任小剑的好意 见此 任小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值得说道 杨哥 时间是两周 正好是你学校放假的时间 另外报酬的话 安总提出的是五百万 什么 才五百万 听到这个数目 陈阳不禁皱起了眉头 别嘴道 你应该知道人非的身价 随便出个任务都是千万 而我的身份只比他高 不比他低 任小剑为难道 这样的话 价钱再和安总商量一下吧 算了 我就当帮你个忙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流吧 陈阳拍了拍任小剑的肩膀道 心里却是暗响 既然是保护美女 就算不给我钱 我也愿意 反正放假了闲着没事 就当消遣 第五十四章 修车 任小剑帮陈阳联系了安宁之后 陈阳回家骑上了自己的自行车 朝着盛世华府骑去 盛世华府是大义著名的别墅区 衣衫傍水 住在那里的都是大义的富豪 身家至少上亿 安室企业因为重视用户体验 考究产品质量 他们的卫生巾等产品 发展到现在 已经占领了花景国很大一部分的市场 安宁作为创始人 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住进了盛世华府 前往盛世华府的路上 陈阳吹着口哨 心情大好 突然 他看向了马路旁边 那里停靠着一辆车 一辆马沙拉蒂总裁 不过 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豪车身上 他的目光落在了豪车前面的女人身上 女人挽了个高高的发际 穿着一条修身的黑色长裙 保时兰的高跟鞋 端庄典雅 此时 他正弯腰探身 查看着发动机舱的情况 姿态优美 再配上豪车 高雅而性感 看到这种情况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 虽然发动机盖挡住了女人的脸 看不清容貌 但陈阳还是把车往那边骑了过去 嘎吱 自行车在马沙拉蒂旁边停下 陈阳潇洒地下车 尊敬的女士 请问 你需要帮助吗 女人抬起了头 顿时把陈阳惊艳到了 那角色的容貌 简直像是 穿上了现代装的貂蝉 性感 妩媚 还有一丝高冷 不过 女人虽然高冷 但她并没有因为 陈阳骑着破自行车而看不起 苦笑了吓道 哦 我的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抛锚了 那你真是运气太好了 你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 叫什么 修车界的舒马赫 陈阳说着 没有理会扑斥一笑的女人 走到发动机舱前 开始检修 对于以前常年在艰苦地区 甚至是无垠的沙漠 执行任务的陈阳来说 除非发动机炸了 不然少几个零件 她也能让汽车继续跑起来 女人看着一脸认真的陈阳 心里打鼓 这骑着破自行车的年轻人 真的能把车修好 就在女人产生这个想法的刹那 哐当一声 陈阳把发动机舱关上 道 搞定 你试试能不能打火 女人没想到 陈阳这么快就休吼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连忙坐进马萨拉蒂总裁里 立即就点燃了火 谢谢你 这是我的名片 女人从窗户里递出了一张名片 陈阳接过来 正在想 对方会如何报答自己的时候 女人脸上露出歉疚之色 道 不好意思 我和别人约好了 不能迟到 你打我电话 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说完 女人似乎很急 没等陈阳回答 她就踩下油门开走 还不忘留下一句 陈阳顿时就后悔了 早知道就慢慢休 这样就可以和美女多待一会 只不定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可是没料到 美女会溜得这么快 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真是亏大了 陈阳嘟囔了句 随即黑黑一笑 把手中的名片 揣进了裤兜里 按道 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有电话 还是可以找到她的 不过她会怎么报答我呢 不会是要以身相许吧 哈哈 怀着大好的心情 陈阳到了盛世华府 盛世华府 作为大一室高档别墅区之一 这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 像陈阳这种外来者 根本不能随意出入 站住 干什么的 陈阳骑到大门口的时候 被一名年轻保安拦了下来 对方也是为了工作 陈阳也就没硬闯 笑了笑道 这位兄弟 我是来找安宁的 麻烦开门 让我进去一下 谢谢 找安总 找他干什么 年轻保安打量着陈阳 见他穿着普通 骑着辆不知从哪个废品站 捡来的自行车 脸上顿时就露出高傲之色 似乎作为盛世华府的保安 他比陈阳高出一等似的 对方态度不好 陈阳也收起了笑意 道 我是安总的保镖 今天第一天上岗 不信你可以联系安总 就你这瘦不拉几的样子 你还保镖 你要说谎 也编个说得过去的呀 年轻保安 一脸嘲讽地看了眼陈阳 挥了挥手 不耐烦道 赶紧滚蛋 别在这里碍眼 这地方不是你这种穷病能来的 刚才陈阳见对方 是出于保安的职责 他这才给对方好脸色 可现在对方既然骂他 他顿时就不乐意了 他冷笑一声 道 小子 你最好赶紧开门让我进去 不然的话 你会后悔的 草 你还挺横的呀 保安叫骂一声 拍了拍保安室的窗户 里面收到消息 顿时就窜出了七八个保安 手上都拿着警棍 虎视眈眈的看着陈阳 其中一个身材强壮的保安 一脸巨傲之色 对年轻保安问道 怎么回事 队长 这小子 说他是来找安宁安总的 我让他滚蛋 他还想硬闯 年轻保安不屑地看了眼陈阳 仿佛在对陈阳说 你这穷逼 现在知道怕了吧 保安队长偏了眼陈阳 冷笑道 找安总 你不会也是安总的追求者之一吧 不过安总的那些追求者 最差的都是开的奔驰S 你再看看你这穷逼样子 骑个破烂自行车 就算想再美女 美女也没地方坐呀 听到保安队长的话 几名保安都是讥讽地大笑起来 他们在盛世华府 整天看着富豪们进进出出 总是感到自卑 可此刻看向陈阳的时候 他们仿佛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 腰杆都挺直了 白痴 老子这大杠能在两个美女 陈阳不屑道 既然这些保安不识相 他也懒得理会 直接骑车就朝着大门过去 那大门是电动的 没有保安遥控 根本打不开 见陈阳就那样骑过去 保安们更是大笑起来 卧槽 这穷逼不会以为能把门推开吧 他也太他妈二 保安们的话没说完 哐当一声 陈阳一边骑着自行车 一脚踹飞了铁门 悠哉悠哉的骑了进去 第55章 摄像头 见陈阳把铁门踹烂 保安先是一愣 随即只听保安队长大骂道 卧槽 竟然敢把门踢了 你小子今天别想走 都给我上 先打一顿再说 我怀疑最近业主们反应的偷窥狂 很可能就是这个小子 保安队长一边指挥着 竟然无耻的给陈阳扣上了一项偷窥的罪名 紧接着 几名保安听从队长的命令 挥舞着手中的警棍 全都张牙舞爪的朝陈阳扑上去 口中还不停地叫骂 此刻陈阳已经恼了 这些保安不仅戴有色眼镜看人 还乱扣罪名 以前肯定干过类似的事情 冤枉过老师 一帮披着保安服的土匪 竟然还想动我 不知死活 陈阳冷哼一声 迅速下了自行车 将车架好 朝着一群保安冲了上去 还敢反击 你小子胆子挺大的 见陈阳冲过来 保安们脸上的表情更是凶狠 一个个叫嚣着 要打断陈阳的腿 出手更是加重了力道 手中的警棍用力挥动着 若要是打中 至少是骨折的下场 可是他们几个小保安 又哪里是陈阳的对手 陈阳冲入人群中 保安们的警棍 连他的衣角都没有碰到 他接连出拳 全都打中保安身上的关节 不过眨眼之间 几名刚才还嚣张的保安 就全都躺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那名保安队长见此 哪里还有先前的张狂 尤其是见陈阳一出手 就把人打得骨折 如此狠利 把他吓得尿都快出来了 他打了个机灵 连忙转身想跑 陈阳一个箭步冲上去 一脚踹在了保安队长的腿上 伴随一道咔嚓鼓劣的声音 保安队长往前一扑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抱着腿在地上打滚 口中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此刻所有的保安 看向陈阳的目光都变了 没有了先前的不屑和鄙夷 而是充满了畏惧 陈阳目光淡漠地扫了眼 地上躺着的保安 缓缓朝着保安队长走过去 如果老子打不过你们 是不是就被你们定罪 脱亏嫌犯了 不不不 大哥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 保安队长连忙求饶 眼珠一转 似乎想起了什么 忙道 大哥 你放给我 我可以给你看安总的视频 是好东西 安宁的视频 不会是那种视频吧 陈阳心底生疑 道 什么东西 带我去看看 保安队长见此 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站起来一瘸一拐地 带着陈阳进了保安室 调出一个摄像头画面 对陈阳道 大哥 我知道你是养莫安总 这个摄像头 正好对着他的浴室 只要里面不拉窗帘 几乎所有的画面都能看见 陈阳看了眼视频 果然是对着一间卫生间 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动静 不时有几片叶子 在镜头前拂过 显然摄像头 是藏在一棵树上 就这些 陈阳试探到 怀疑保安队长 还保存了其他 更隐私的视频 还有还有 保安队长忙调出了 以前录下来保存的视频 陈阳看到画面中 出现的女子时 顿时感叹 时间那么小 因为画面中出现的女子 正是她在路上 帮忙修车的美女 她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就是自己 要保护的安宁 她也明白过来 安宁之所以急着要走 其实是因为 约了自己在别墅见面 看来这个女人 倒是个守时的人 仔细把视频都看了一遍 陈阳放下心来 里面除了有一幕 安宁穿着内衣的画面外 其他时候 安宁无论是 上洗手间还是洗澡 都会把窗帘拉上 并没有被拍到 私密的画面 没了 陈阳指了指视频 对保安队长道 保安队长以为 陈阳不满意 忙道 大哥 你放心 只要继续拍摄下去 肯定有火爆的画面 到时候 我一定分享给你 陈阳冷笑一声 道 摄像头是你安装的 保安队长还没注意到 陈阳表情的变化 搓了搓手 胆笑道 安总长得那么漂亮 却十分高了 来人无法接近 我这样做 还不是 为了给广大兄弟谋福利 谋福利 哼 老子让你谋福利 陈阳一脚踹下去 保安队长的 另一条腿也断了 躺在地上 哀嚎道 大哥 我怎么了 我最宝贝的视频都给你了 你还打我 打的就是 你这偷窥狂 陈阳不介意男女之间 发生关系 但那都是你情我愿 可这种安装 偷窥摄像头的行为 在他看来 简直是对女性的侮辱 他对保安队长一顿暴打 然后取了对着 安宁卫生间的 那个摄像头的硬盘 这才出了保安室 此刻整个盛世华府的 保安收到消息 全都聚集到了 保安室门外 原本是想等陈阳一出来 就一拥而上 把他拿下 可是真见到陈阳出门时 他们却都不敢动手了 生怕也和先前 那些保安的下场一样 被打得手脚骨折 陈阳见 对方这阵仗 根本没当回事 迈出一步 更是把对方吓得直哆嗦 不由自主就往后退 他目光一片淡定 静止穿过人群 朝着盛世华府里走去 骑上自行车后 他回头问道 对了 安宁卓在哪 保安们鸦雀无声 没人回答 陈阳皱了下眉头 看向距离最近的一名保安 道 你告诉我 23号别墅 得到答案 陈阳骑着自行车 很快就找到了23号别墅 暗响门铃后 有人来开门 陈阳原本以为会是庸人 可没想到 竟然是安宁亲自来开门 虽然是第二次见面 但不得不说 安宁依旧让陈阳感到惊艳 尤其是少了几分赶路的风尘仆仆 甜然的表情更是妩媚 充满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见到美女 陈阳心情顿时 好了起来 笑了笑 招呼道 你好 安总 安宁却是皱了下眉头 脸上带着几分生人物镜的表情 道 我很感谢 你帮我修好了车 我也会对你做出答谢 不过很抱歉 我今天约了一位客人 他马上就到 可以请你先离开好吗 我们电话联系 第56章 误会 安宁见到陈阳 以为陈阳是看了他的名片后 知道了他的身份 想要来敲诈他这个安氏集团的总裁一笔钱 他心里对陈阳是一阵比异 所以没有半分好脸色 说完让陈阳电话联系后 安宁见他没动 便转身进了屋 很快 安宁回来 手里提着个包 他从里面摸出了几张百元钞票 递给陈阳道 我非常感谢你 帮我修车 这些钱是我的小小心翼 你就收下吧 见陈阳没接 安宁皱了下眉头 又取了几张 看那厚度至少有两三千了 他递向陈阳道 这样你应该满意了吧 如果还不满意 我们可以下来再再谈 不过现在 我的客人就快到了 请你离开好吗 就在安宁郁闷眼前 这人不走的时候 陈阳呵呵一笑 道 安总 你要等的客人 是不是叫陈阳 你怎么知道 安宁惊讶道 因为我就是陈阳 什么 你是陈阳 安宁惊呼一声 打量着陈阳 心底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自己明明是在等别人 可是却要别人拿钱走人 这也实在太尴尬了 他连忙把手中的钞票放回包里 让出进门的路 不好意思道 原来你就是陈阳 快请进 刚才是误会 我以为 陈阳接过话头 笑道 以为我是来敲诈你的 安宁善笑了下 把陈阳引进了屋子里 道 刚才都是误会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陈阳笑道 如果是别人 我也许会介意 但安总你这么漂亮 哪还有心思去介意 一听这话 安宁的面色顿时就变了 新说任小剑 给自己找了个什么人来 怎么说话这么轻浮 他在意打量陈阳 发现陈阳年纪轻轻 一点也不像高手 这样的人 真能保护自己 不对劲 如果真是高手的话 肯定不缺钱 他刚才是骑自行车来的 而且是辆破烂的自行车 难道他是假冒的 想到这里 安宁心生警惕 对陈阳道 真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年轻 任小剑说你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吹牛 如果是别的话 可能是吹牛 但这句话绝不会有假 陈阳豪不谦虚道 既然你来了 我给任小剑打个电话 好让他放心 说着安宁拿出手机 拨通了任小剑的电话 暗暗地观察着陈阳的反应 陈阳哪里不知道 安宁是在怀疑自己的身份 笑了笑道 怎么 安总怀疑我的身份 当然不是 安宁正想解释 电话就通了 喂 小剑 陈阳已经来了 他好年轻 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左右 就是这么年轻 那你怎么还叫他阳哥 行了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安宁已经对陈阳的身份 确认无疑 这一下就更是尴尬了 陈阳好意帮他修了车 现在又来保护他 他刚才不仅赶别人走 还怀疑别人的身份 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安宁毕竟是一个 集团的总裁 拿得起也放得下 当即就对陈阳致歉道 不好意思 我为刚才的误会表示歉意 看在你是美女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陈阳摆了白手 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表情 说完 他把从保安监控室 拿的硬盘放在了桌上 道 安总 这是一些有关你的视频 是这里的保安私自 安装的摄像头拍摄到的 安宁一愣 拿来笔记本电脑 用转接头把硬盘连上 打开视频文件 果然看到了 自己家卫生间的画面 就在此时 他走进卫生间的画面 出现在显示器上 把他吓了一跳 这辈子长这么大 还没人看过 安宁如此私密的画面 此刻竟然和陈阳一起看 会不会有其他更暴露的画面 他连忙把电脑显示器盖上 暴怒道 这些保安竟然干出这种事 简直是太无耻了 陈阳看着脸颊有些微红的安宁 道 我建议你 最好让物业清查一下 避免还有其他隐藏的摄像头 对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摄像头已经破坏了 安宁拿出电话 直接打给了物业公司的老总 把事情说了 又是一通臭骂之后 对方是连连道歉 并且提出赔偿 安宁这才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 你先坐 我马上回来 安宁看了眼气定神仙的陈阳 抱着笔记本 就要往楼上走 陈阳一看就知道 安宁要去干什么 阻止道 别着急 硬盘里的视频 我都看过了 什么 你都看过 安宁惊呼一声 脸上露出羞怒之色 随即心头怒火燃烧 对陈阳建立的好感 全都消失了 他可不知道 视频里会不会有自己裸体 眼前这个男人 竟然全都看了 简直是太无耻 陈阳这才说道 放心 除了刚才你穿那衣的画面 其他的你都穿了外衣 一听这话 安宁放下心来 但却对陈阳产生了一丝警惕 冷着脸道 既然现在你给我当保镖 那么你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办事 现在我和你约法三章 你都不得违反 先说来听听 如果我无法接受的话 这任务我就不干了 虽然对方是美女 但陈阳可不愿意什么都听她的 而且你 才付了五百万而已 这完全是拉低我这个超级高手的身价 虽然我已经退休 但这还是关乎到荣誉不是 见陈阳如此任性 安宁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感觉自己像是保镖 陈阳才是主顾式的 不过一想 陈阳刚来就破出了保安的偷窥摄像头 他心里觉得陈阳也是有几分真本事 而且任小剑可是把陈阳夸得飞天入地 无所不能 所以他对陈阳也是有几分期待 他脑筋一转 对陈阳道 约法三章 条件很简单 首先 未经我的允许 你不能碰我个人私密的物品 第二 你以后要随时跟着我 这身打扮肯定不行 得换身形头 第三 我还没想好 第57章 羞涩 听完安宁所谓的约法三章 陈阳道 不碰你东西可以 但我想穿什么是我自己的意愿 这改不了 安宁一想还是算了 毕竟陈阳的衣着 对他影响也不是太大 又何必强求 两人又聊了一会 陈阳了解到 安宁为人特别喜敬 这偌大的别墅 只有他一个人住 连个庸人都没有 既然是这种性格 怎么会突然要找个保镖 而且还舍得保镖住在他私密的别墅里 陈阳一问之下 安宁也没隐瞒 原来是最近他准备进军海外市场 得罪了一些人 担心对方会下黑手 所以才想要找保镖 之所以只需要半个月的保护 则是因为半个月后 事情尘埃落定 到时候 对方也就不会再打他的主意了 对于这种事情 陈阳早就见怪不怪 以前也有资本大鳄请他保护过 当时对头来袭的场面 可是一点也不比在南州打仗差多少 一整天 两人相对无话 到了晚上 安宁朝着楼上走去 走到楼梯时 回头对陈阳道 二楼除非我叫你 你不能上来 那万一遇到危险 我是不是也要等你叫我 陈阳躺在沙发上 笑嘻嘻道 安宁皱了下眉头 冷冷地瞥了眼陈阳 没有多说 静止上了楼 看着安宁的背影 陈阳嘴角露出一丝苦容 跟这样的大美女住在一起 只能看不能动就不说 就连聊两句都很困难 感觉实在不是太好 给苏子宁打了个电话 说这段时间不回去后 陈阳起身朝着浴室走去 在安宁的介绍下 他已经熟悉了整栋别墅的格局 一楼除了他住的卧室之外 还有整栋别墅最大的浴室 拥有一个超大的按摩浴缸 陈阳进了浴室 在浴室上赫然挂着一套睡衣 这里只有安宁一个人 肯定是他的 陈阳瞥了眼睡衣 并未在意收回目光 跳进浴缸躺下 开启按摩冲浪功能 舒坦地闭上了眼睛 陈阳你在洗澡了吗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安宁的声音 从他的语气中 陈阳明显听到了一丝颤抖和紧张 什么事 陈阳躺在浴缸里问道 目光瞥了眼挂在墙上的睡衣 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 安宁此刻心里是郁闷之极 因为一楼有按摩浴池 他平时都在一楼洗浴 但今天陈阳来了 他也就上了楼 可他刚到楼上准备洗澡的时候 这才想起自己昨天把一套睡衣 挂在了一楼浴室 此刻看着紧闭的浴室门 安宁浑身不自在 鼓起勇气道 陈阳 你在洗了吗 可不可以开一下门 安总 你想干什么 不会是要 非礼我吧 陈阳故作惊恐 安宁哪里受过这样的调侃 双甲扶起两团红蕴 目光中闪过欲怒之色 隔着门道 你别胡说 我 我是有东西忘在浴室里 什么东西 等等 让我找找 哇塞 这里有套睡衣 一听这话 安宁顿时就急了 拍着门道 快开门 把东西给我 安总 你别着急 我洗完澡就出来 陈阳 你 你无赖 赶快给我开门 我怎么无赖了 我洗澡的时候 你要闯进来 还说我无赖 尊贵的安总 你自己说说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安宁七不打一出来 也顾不上矜持 啪啪啪的用力拍着门 咬牙切齿道 你别胡说 赶紧给我开门 安总 你这样可不行 这简直就是暴力犯罪 真没想到 给你当保镖 不止要保护你的安全 晚上竟然还得牺牲色相 这份工作 真是 太幸福了 我好喜欢 你 你 安宁七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心里对陈阳仅有的好感也破灭了 心底暗骂 这家伙路上帮我修了车 还以为是个好人 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无耻 他终于按捺不住 把心意横一脚踹在了门上 哐当 浴室门硬声打开 看到里面的景象 安宁顿时就傻眼了 陈阳躺在浴缸里 脸上盖在一张蒸汽阴晕的毛巾 而在墙壁上 那套睡衣根本没有动过 见此 安宁顿时知道自己被忽悠了 陈阳就没去碰他的东西 陈阳也没料到 安宁会硬闯 但他一点也不着急 慢慢揭开脸上的毛巾 瞥了眼安宁道 安总 你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看着陈阳脸上淡然的笑容 安宁是越看越气 恨不得上去狠狠地骂陈阳一痛 可是 见陈阳还在洗澡 他的脸彻底红透了 连忙把头转开 跑过去将墙上的睡衣取下来 气呼呼地走出了浴室 嘴里嘟咙道 真是不知廉耻 看着安宁急匆匆的背影 陈阳皱了下眉头 我怎么不知廉耻了 是你闯进浴室 看我洗澡的好吗 第58章 心底特别好 安宁抓着自己的贴身衣物 回到卧室 气得肺都要炸了 作为安室集团的总裁 集团里谁不对他恭恭敬敬 就算外面的人 那也是有理有结 可是就在刚才 陈阳竟然对他出言调戏 这简直令他无法接受 他的人品太差了 我绝不能把他留在身边 安宁气呼呼道 抓起手边的贴身衣物 虽然知道 陈阳并没有碰过 但他还是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 再也不打算穿这套了 拿出电话 安宁给任小剑打了过去 接通后 他沉着脸道 小剑 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保镖 还说是高手 他根本就是个流氓 无赖 安总 杨德他怎么了 听到任小剑这个问题 安宁顿时愣住了 这才发现 陈阳除了开了几句 有些尺度的玩笑之外 别的还真没做什么 不过话一说出口 安宁也懒得解释 冷声道 总之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人 给我当保镖 你另外帮我找个 靠得住的人 行 暂时让他留在身边 挂了电话 安宁的心情好了些 暗道 只是明天一天而已 想必那个无赖 也搞不出什么事情来 陈阳开着马沙拉蒂 做了安宁的兼职司机 虽然他开车非常平稳 但速度很快 把安宁下的面色有些发白 却又不愿意在他面前示弱 只得一直忍着 不一会 汽车到了安氏集团的办公大楼下 没想到既然堵车了 车辆只能缓缓地行驶 就在马沙拉蒂停住不动的时候 突然车旁当刺一声 两人转头一看 只见一名挑着担子的老大爷 把车门给擦挂了 虽然此时马沙拉蒂是堵着没动 但相对作用立下 老大爷脚下一个不稳 还是被挂翻在地 肩膀上的扁蛋摔落 里面的红薯滚了一地 落得马路上到处都是 本就拥堵的道路 因为这场轻微的交通事故 变得根本没法通行 很多车主都下车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擦 马沙拉蒂总裁 看这轮毂 高配啊 这车怎么也得两百万 这老头竟然刮花了 马沙拉蒂的车漆 门板补这一块漆 少说也得大几千 说不定还得上万 看这老头的穷样子 这可是要赔得 倾家荡产的节奏 听到这些话 倒在地上的老头 已经是傻眼了 他一个卖红薯的 一年也未必能赚上几千块 现在哪里拿得出钱来陪别人 完了完了 情急之下 老头眼泪都流了下来 惊慌失措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颤颤巍巍地 从衣兜里摸出一把脚票 坐在地上数着 可是数来数去 也就只有几十块而已 一看这模样 大家都知道 这老头至少不是碰瓷的 见老头可怜兮兮的样子 安宁叹息一声 也就没打算追究 对驾驶席的陈阳道 算了 让他走吧 话刚说完 安宁这才发现 驾驶席没人 车门打开着 陈阳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下了车 就在围观群众 可怜老头的时候 只见车上下来 一位年轻人 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头跟前 把想要站起身的老头 按在地上 一脸惊恐道 大爷 你没事吧 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你怎么了 什么 你的腿断了 周围的人都是一脸囧态 人家明明想站起来 你还把别人按住 你想干什么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年轻人从裤兜里 磨出一捆钞票 硬塞在老头的手里 道 你看你这腿都没法站起来了 这是给你的医药费 你可别赖我 见此 周围的人都是愣住了 你们车没动 老头把车刮花了 你竟然还给他钱 而且看那厚度 至少也得一万 你傻呀你 老头手里拿着钱 一脸茫然 手腕颤抖了下 道 小兄弟 这些钱我 什么 你先少 年轻人惊呼一声 又从兜里掏出了 两叠百元大钞 塞在老头手里 我只有这么多了 你可别想爱我 说完 年轻人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飞也似的跑进了马沙拉蒂 发动之后 缓缓的朝前开去 现场一阵无语 等马沙拉蒂开出百米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 顿时一帮人狂追上去 卧槽 别想跑 我要划你车期 我打烂你的大灯 怎么着也得给我十几二十万吧 土豪 别走 求你撞我 还好距离安氏集团的办公楼 只有百米 马沙拉蒂转个弯进了地下停车场 这才摆脱了后面的 追兵 此时 老头坐在马路中间 眼眶中含着泪 看着手里厚厚的钞票 南南道 菩萨保佑 求了你这么多年 今天终于遇到善才童子了 马沙拉蒂挺好 安宁看着陈阳 眼神中满是不解之色 忍不住问道 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陈阳回过头来 一脸认真道 你还不感谢我 如果不是我给钱摆平 不止我这个司机要遭殃 你这个车辆拥有者 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说不定还得坐牢 你可要知道 现在这些老头 可是一点也不好摆平 看着陈阳脸上郑重的表情 安宁不禁哑然失笑 随即板着脸道 刚才那位老大爷 可不像是碰瓷 你那钱也花得太多了 陈阳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 那是他演技好 安宁嘴角露出一抹迷缘的微笑 对陈阳的话不置可否 但突然觉得 眼前这位青年很阳光 心底特别好 就在这时 陈阳冷不丁开口道 这些钱 可是我在执行保护你的任务期间花的 等任务结束 到时候 你都得给我报销 一听这话 安宁对陈阳刚刚产生的好感 顿时就消失了 他不是在乎那几万块钱 而是觉得陈阳的做法太无耻了 不行 难道你随意花钱 我都得给你报销不成 你的脸皮 外面也太厚了 安宁冷哼一声 推开门下了车 朝着电梯走去 陈阳笑了笑 丝毫没在意安宁的鄙视 从车窗伸出头来 朝着安宁喊道 我开车去补期 补期的钱 你可得给我报销 第59章 小跟班被绑架 安宁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陷入了纠结当中 他想起脸上 始终带着洒脱笑意的陈阳 突然觉得 这男子有些看不懂了 他明明昨晚 还调戏自己 可是今天却又表现得 这么有爱心 到底哪个 才是真正的他 陈阳的变化 勾起了安宁的好奇心 过了一会 他拿起电话 打给了任小剑 喂 小剑 暂时不用替我换保镖 我先忍一忍 毕竟好的保镖 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找到 陈阳开着马沙拉蒂去补期 路上 他发现 这辆豪车的回头率 还比不上自己的自行车 大意是马沙拉蒂很少见 但自行车 却是几乎见不到 加上陈阳那辆自行车的响声 和几乎快要成了方形的轮胎 那就更加吸引眼球了 就在陈阳怀念自己自行车的时候 电话铃响了 他摸出黑白瓶的诺基亚一看 是聂一辰打来的 我说小跟班 期末考试的成绩还不错呀 竟然考了400过分 不过公布成绩的时候 你怎么没来 不会是去飙车了吧 陈阳接通电话调侃道 却不料听筒里 传来一道阴沉的男人声音 陈阳立刻到云山 这里有一处废弃的矿坑 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然聂一辰就死定了 对了 你要在下午两点之前赶来 否则时间一到 我们就会轮流弯动聂一辰 哈哈哈哈 听到这些话 陈阳面色一变 眼中透着很利 你是谁 连我的跟班都敢动 你们死定了 哼哼 别废话 有种你就来 对方冷笑一声 挂断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陈阳皱了下眉头 手指在诺基亚上飞快暗动 不过几秒钟 就查到了刚才来电的地点 正是云山 他开启导航 马沙拉地掉头 脚下身踩油门 汽车犹如一道闪电 在城市的车流中 快速穿梭而过 此刻陈阳非常愤怒 他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别人伤害他身边的人 虽然他和聂一辰认识不久 但既然受了这个跟班 那他就要负起老大的责任 而且这件事很明显 对方是冲着他来 聂一辰被抓走 不过是用来当作诱饵 想要把他引诱到 那个废弃矿坑下手 聂一辰完全是遭了无妄之灾 那帮畜生 不会把小跟班怎么样吧 陈阳心急如焚 心想聂一辰那么漂亮 如果那些混蛋把持不住 把他怎么样 到时候 他一辈子都没眼见聂一辰 为了尽快赶到云山 陈阳的车速是越来越快 引起了许多路人的注意 就在他转进一条单行道的时候 前方出现了一辆汽车 横着将整条路拦截 没有让路的意思 陈阳原本打算直接冲过去 可定睛一看 发现拦截的人竟然是叶以晴 他从窗户伸出脑袋 喊道 叶以晴 你干什么 赶紧给我让开 我有急事 陈阳 叶以晴见有人飙车 于是多管闲事 却没想到又是陈阳 他面色一沉点了点头 不行 我休武就是为了行侠仗义 你现在横冲直撞 我怎么能视而不见 陈阳皱了下眉头 真不知道是该骂叶以晴傻 还是说他恪守侠义 其实陈阳完全可以直接撞开汽车 但又担心伤到叶以晴 无奈之下 他只得停下来 叶以晴下车走过来 伏在陈阳的车窗边道 你是有多喜欢飙 少废话 我赶着去救人 没等叶以晴说完 陈阳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直接抱着他拉进车里 放在了副驾驶 这一切来得太快 叶以晴有些发猛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陈阳已经重重地踩下油门 马沙拉蒂将拦截的汽车顶开 飞快地朝前开去 叶以晴哪里坐过这么快的车 连忙抓紧了扶手 转过头看着陈阳 大喊道 陈阳 你干什么 你疯了 话刚说完 他就发现陈阳有些不对劲 脸上没有平时淡定的微笑 取而代之的是凶狠 愤怒 他从来没见过陈阳 露出这样的表情 心里咯噔一跳 叶以晴压低了声音 陈阳 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这么着急 我的一个跟班被人绑了 我现在必须去救他 陈阳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 此时车速非常快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出车祸 叶以晴虽然不知道陈阳的跟班是谁 但他看陈阳的表情 就知道 这个人肯定对陈阳非常重要 既然如此 他也不好再劝阻陈阳开慢点 心里暗暗决定 待会一定要帮陈阳 突然 他注意到 放在中控台上的诺基亚 明明是超级老款的手机 此刻却显现出完全不同的能力 第六十章 废弃矿坑 诺基亚手机平放着 单独看的话 十分普通 可是在手机上方 正在导航 其上所显示的目的地 正是云山 而且云山上的影像 居然是实时的 隐约能看到有人在行走 这样的高科技手机 肯定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 叶以晴猛地转头 看向陈阳 在联想到陈阳之前 表现出的一切 惊呼道 你到底是谁 你的房东 陈阳 陈阳淡然道 叶以晴当然不相信陈阳的话 但他知道 无论自己怎么问 陈阳肯定不会告诉自己真相 他换了个话题 试探道 你昨天给我爷爷的精华丸 都是真的 陈阳沈笑一声 道 此物千金难求 叶以晴心里咯噔一跳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陈阳好心相助 却闹得最后 被叶家人赶走 如果爷爷真的过世 到时候叶家人后悔都没机会了 他摇了摇头 看着陈阳坚毅的面旁 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身上 散发着不一样的魅力 虽然整日脸上都带着慵懒的笑意 可是当他认真的时候 却是那么的迷人 此刻情况紧急 却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叶以晴连忙收敛心神 对陈阳道 对了 那些绑匪 为什么要绑架你的那个跟班 这件事和小跟班应该没关系 对方是冲着我来的 他们让我去云山的废弃矿坑 就是想在那里对付我 陈阳沉声道 目光眯缝了下 眼神中透着冰冷之色 那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知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一开始 我怀疑是以前的仇家 但我以前的仇家 应该不会用这么拙劣的手段 所以我猜测 想要对付我的人 应该是黑狼武馆 什么 黑狼武馆 叶以晴惊呼一声 眉头皱得更紧了 作为武馆学徒 他深知黑狼武馆的实力 虽然黑狼武馆 不是大义最强的武馆 但却根深蒂固 抵运时候 绝非个人力量能够对抗的 沉默了下 叶以晴问道 你和黑狼武馆有过节 陈阳冷然道 就他们也配合 我有过节 只能说是他们招惹了我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你知不知道 黑狼武馆有多强 光是武馆正式成员 就有好几百 虽然不强 但人多势众 你就这样去 只怕是有去无回 叶以晴紧张道 陈阳不以为意 他什么龙堂虎穴没有闯过 就算是世界最强的顶尖门派 他都曾经杀进去过 与巅峰强者交锋 眼下一个以前没听过的小武馆 他压根就没当回事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在自己赶到云山之前 对方会伤害聂一辰 不一会 汽车开到了云山 跟着诺基亚 显示的三维导航 陈阳继续往山上开 却不料到了一条断头路 他下了车 对叶以晴道 你在车上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诶 你等我 我 叶以晴担忧道 但却没等他话说完 陈阳已经远去 陈阳的速度很快 数千米的距离 几分钟就到了 他藏在树后 打量着废弃矿坑 发现这里经过了改造 用彩缸搭建了巨大的仓库 还通了电 而且有人长期居住的痕迹 看来 这里应该是黑狼舞馆的隐藏据点 陈阳心里暗道 目光看向仓库门口 只见三名身材销瘦的男子 正蹲在地上玩纸牌 目光不时看看附近 显然是在等他出现 与此同时 仓库内 黑狼舞馆的高层齐聚一堂 李继琳 李恒江 梁威 魏勇 毒蛇等人都在 除了他们之外 整个仓库里 还聚集了一百多名黑狼舞馆成员 手上都拿着武器 这次我们一百多人 我不信还干不掉陈阳那个王八蛋 李恒江眼中满是怨恨之色 骂骂咧咧道 魏勇冷哼一声 口中吐着烟雾 冷笑道 那小子三番四次与我作对 这次我要让他把钱吐出来 然后慢慢地折磨他 还有毒蛇的仇 也要一并报了 听到这话 坐在轮椅上的毒蛇很声道 他断我四肢 我也要断他四肢 看着叫嚣的三人 梁威皱了下眉头 转头看向了 旁边一位面色冷峻 鹅脚有一条浅色疤痕的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的眼神很阴毒 仿佛时刻在算计着别人 此人正是李恒江的父亲 黑狼武馆的老大李继琳 李兄 真的不等 我祖爷爷的消息 现在就对陈阳动手 梁威晨吟道 李继琳眼中闪过寒光 沉声道 他三番四次挑衅我们黑狼武馆 我们已经在他手上吃了几次亏 如果再等下去 我们黑狼武馆在大意识的威望 必将消耗殆尽 到时候再对他下手就迟了 而且梁威你也太小心了 他不过是个年轻小子 再厉害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我们这么多人 一人撒泡尿都能把他淹死 梁娑 你担心的太多了 李恒江不耐烦道 梁威见几人都不听劝 暗暗摇了摇头 不再多言 李继琳担心梁威心生不满 安抚道 你放心 等你祖爷爷传来消息 他肯定是不认识这叫陈阳的小子 他们相差了七八十岁 怎么可能以平辈论交 说的也是 梁威点了点头 可是心里的石头却怎么也放不下来 能一拳将他打飞的人 他始终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陈阳还没到 妈的 先把聂一臣给我带过来 李恒江不耐烦地喊道 根本没在意李继琳和梁威的交谈 第六十一章 上帝没有退休 聂一臣被人从一个小房间里带了出来 他双手双脚都被绑了起来 嘴巴用胶布贴着 看向李恒江的目光中充满了厌恶 聂一臣 你竟然想帮陈阳求情 让我放过他 你觉得可能吗 李恒江走到聂一臣面前 眼中满是邪念 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 道 以前没发现 你长得还他娘挺漂亮的 而且身材也够火辣 嘖嘖 老子这次有福了 呜呜呜 聂一臣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这是在骂李恒江 什么 你说你等不及了 李恒江冷笑一声 双手抓住聂一臣 往两边使劲一拉 吃拉一声 聂一臣的外套被他撕开 顿时把在场一百多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好样的 少爷 少爷 加油 黑狼五馆的成员 根本没觉得欺负女人有多无耻 纷纷激动的豪 叫不已 李恒江把手高举起来 兴奋道 大家放心 待会我要当着陈阳的面 狠狠地羞辱他 我倒想看看 陈阳能怎么样 一听这话 黑狼五馆的成员更加兴奋 如果不是李继琳在场 他们肯定把持不住 早就冲上去 先过过手瘾了 李恒江冷笑连连 伸手把聂一尘嘴巴上的胶部扯掉 面色猙獰道 聂一尘 你没想到有经验吗 之前你开车引我 今天老子就把你当车开 李恒江 你这个混蛋 你不得好死 嘴巴一松开 聂一尘立即就是破口大骂起来 可李恒江却很享受聂一尘这种挣扎的状态 伸手摸了摸聂一尘柔滑的脸颊 冷笑道 现在你骂我 待会你就会感谢我 因为我会让你很舒服 这时候 李继琳插话道 恒江 待会完够之后 记得把聂一尘的尸体处理干净 千万不能被他父亲发现 毕竟我和他家还有生意往来 如果被他父亲知道 我们杀了他 损失会非常大 爸爸 你放心 我把他扔下矿坑 然后再用废矿把它埋了 谁也找不到 李恒江冷笑道 似乎这种事情 他以前没少干 他回头 看向聂一尘 是越看越漂亮 心想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邪火下冲 李恒江忍不住 伸手朝着聂一尘摸上去 不浓道 他娘的 陈阳还不来 先玩玩再说 少爷 你要的人来了 就在此时 仓库大门嘎吱一声打开 三名负责在外把风的黑狼武馆成员 压着陈阳 走了进来 见到陈阳 李恒江眼中透着浓烈的怨恨和凶光 顾不上理会聂一尘 他转头看向陈阳 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陈阳 你竟然真来了 哼 为了个女人 你可真怕 妈的是个大傻逼 陈阳摇了摇头 冷笑道 出口成脏 有你这样的笑容 我真是感到耻辱 少废话 今天我们一百多人 你以为还能打得过 今天我一定要慢慢折磨你 一刀刀割下你身上的肉 玩死你 李恒江兴奋到 聂一尘看到陈阳出现 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他原本以为陈阳不会来 却没料到 他竟然为了自己 独身深入虎穴 回过神来 聂一尘也顾不上感动 朝着陈阳喊道 老大 快跑 别管我 快跑呀 小跟班 放心 我会把你救出去的 陈阳朝着聂一尘喊道 当他看到后者被撕破衣服时 他的目光中 闪过一道寒芒 李恒江见陈阳 没有表现出丝毫俱意 气急败坏地骂道 竟然还敢说救他走 立刻过来给老子跪下 啊 嗯嗯 突然一声惨叫传来 众人立刻看向灰暗的角落处 那里隐隐有人影浮动 去看看怎么回事 李恒江立刻对手下吩咐道 几个黑狼舞馆成员冲上去 拳脚战斗的声音出来 接着只见叶以晴被人压着出来 一名黑狼舞馆成员道 阿乐被这女人打晕了 叶以晴潜伏进来 想要帮陈阳一把 谁知道露出了马脚 陈阳不禁皱了下眉头 但心里却是对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还有些傻 但至少在勇气方面 她不比男人差 你竟敢找帮手 李恒江怒骂一句 然后看向叶以晴 顿时目光发亮 既然是个美女 今天兄弟们有福了 我本来还怕 叶以晴一个不够 这么多兄弟玩 现在多了一个 倒是不用愁了 听到如此无悔的话语 叶以晴冷冷地 瞥了眼里横江 咬牙道 拜嘞 我还就是拜嘞 你能怎么样 李恒江很是嚣张地说道 这时候 李继琳站了出来 对几名黑狼舞馆成员吩咐道 把陈阳和叶以晴 还有这个女人 先关进房间里 我有点事情 要交代 几名黑狼舞馆成员 把陈阳三人 押进了一个漆黑的小房间 把陈阳和叶以晴都绑上之后 从外面锁住了门 聂一晴看向陈阳 一脸愧疚道 对不起 老大 都怪我 我去找李恒江求情 本想让他放过你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卑鄙 把我绑架了威胁你 陈阳 现在怎么办 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 叶以晴皱着眉头 眼神中露出紧张之色 就在两女担忧的时候 陈阳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绑在他身上的绳子 散落了一地 根本没起到作用 他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对一脸震惊的聂一晨道 谢谢你小跟班 你不用自责 你都是为了帮我 说实话 我挺感动的 说完 陈阳看向叶以晴道 女流氓 你说谁是女流氓 你找死 虽然此时局势危急 但叶以晴还是不由自主 和陈阳顶嘴 不过陈阳无动于衷 继续说道 女流氓 也很谢谢你 虽然你这样赶来很傻 但我很佩服你 记住 我陈阳的事情 从来能自己搞定 你们以后千万别插手 这样反而给我添麻烦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说完 陈阳转过身 脸上的笑意依旧 但这个笑意却特别冷 充满了杀鸡 此刻没有人能听见 他说了句话 因为这句话 他是在心里说的 上帝没有退休 第62章 开杀戒 上帝没有退休 陈阳在心里默念了这句话 这只说明一件事 今天他将大开杀戒 至于后果 他不会去考虑 凭他的身份和背景 死一些黑狼武馆的废物 还是能够摆平的 此时决定放开枷锁 他有些兴奋起来 对于曾经杀人如麻的他来说 这段时间的禁锢 让他非常难受 现在总算能 酣畅淋漓地发泄一下了 从外面反锁的铁门 被他硬生生拽开 发出当的响声 在采钢搭建的仓库里 这道声音显得特别清脆 黑狼武馆一百多号人 同时转头看向了他 不禁一愣 李恒江怒争双目 喊道 他怎么出来了 少爷 黑狼武馆的成员应了声 朝着陈阳涌上去十几个人 挥舞着手中的各种兵器 眼神在幽暗的仓库里 显得特别阴狠 陈阳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 黑狼武馆的老大李继琳已经走了 他微微有些失望 就在此时 对方十几人已经冲了过来 他顺手把身后的门关上 脚下一动 速度不知比对方快了多少 没有闪避 迎面朝着对方冲了上去 十几把不同的武器 朝着陈阳的身上招呼过来 可是这些人压根连他的衣角都没办法碰到 更别说是碰到他的身体 他凌空而起 一个看似平常的回旋踢 踢在了最前面那人的胸口 喷轰 一道难以想象的声音响起 那人仿佛爆炸了般 往后飞出去 将身后的人撞得四散倒地 那人倒在地上 艰难地喘息了几声 当场身亡 此时 黑狼武馆的人在看向陈阳时 他们的目光都变了 眼中透着敬畏之意 这些人欺负弱者还可以 但遭遇真正的强者 尤其是陈阳这种杀人之后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人 顿时就让他们感到了恐惧 李恒江没想到陈阳敢杀人 先是心里咯噔一跳 随即暴怒道 都给我上 我们一百多人 不用怕 今天一定要弄死这个王八蛋 听到李恒江的话 黑狼武馆的人恢复了几分气势 对啊 他才一个人 我们有一百多人 难道还打不过 他不成 老子砍死你 有几个胆子大的黑狼武馆成员 立即叫嚣着 朝陈阳冲上去 可他们还没跑到陈阳跟前 陈阳一脚踢起落 在脚边的一根钢管 钢管犹如炮弹一般射出去 横着打在其中两人的身上 只见两团血物爆开 那两人当场毙命 见此一幕 黑狼武馆成员都是惊呆了 随便踢个东西就能杀人 这样的手段 比电影里演得还厉害 那几名原本冲向陈阳的人 吓得不住地往后退 脸上满是畏惧之色 生怕吓得死的人 就是自己 李恒江见自己的人退缩 他顿时慌了 大喊道 都给我杀 杨你们干什么的 给我杀他 饶恕李恒江喊得多卖力 却没有人敢靠近陈阳 废物终究是废物 李恒江 你顶多算是个废物头子而已 陈阳冷笑一声 迈开步子 不疾不徐地朝着李恒江走过去 一种掌控一切的气势 将周围笼罩 没有任何人敢和他对视 随着他的靠近 李恒江周围的人都往后退开 根本不敢拦住陈阳的道路 眼看陈阳就要走到李恒江跟前 留在此地的卫勇盲喊道 一起出手 不要给他移动的空间 说完 卫勇率先冲上去 江还是老的辣 卫勇决定使用人海战术 把陈阳挤死 加上他身先士卒 原本恐惧的黑狼武馆弟子 重拾信心 立刻都一拥而上 几十上百人的压迫 就算陈阳有十只手 卫勇也不信陈阳能挡住 这时 只见陈阳一挥手 金属光泽如流光般在空中闪过 冲在最前面的二十多人 全都身形突然僵直 往前扑倒在地 不能动弹 后面的人来不及停下 有的被绊倒 有的撞在了前面人的刀上 黑狼帮的人群 陷入了一片混乱 似乎没等陈阳出手 他们就已经自己土崩瓦解了 卫勇吓得停下脚步 看着躺在地上僵硬的人 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插着银针 似乎是封锁了穴位 令他们身体陷入麻痹 这是什么手段 卫勇吞了口唾沫 刚刚燃起的斗志熄灭 恐惧在心头蔓延 原本恢复了 几分士气的黑狼武馆成员 也全都淹了 站在后面的人开始往后缩 想要借机溜走 给我拦住他 李恒江一把将身边的人 推向陈阳 脚底抹油 飞快地朝着仓库大门跑去 连领头的都开溜 本就没了底气的黑狼武馆成员 顿时一窝蜂地朝着仓库大门冲去 哪里还顾得上李恒江的死活 可是当他们冲到仓库门口时 却只见大门紧闭 陈阳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口 你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陈阳缓缓抬起头 森冷的目光盯得人发出 下一刻 他犹如鬼魅一般 冲进了人群之中 所过之处 没有人能够继续站立 片刻后 一百多名黑狼武馆成员 全部躺在了地上 咔嚓 陈阳捏碎了魏勇的喉咙 随手将魏勇的尸体扔在地上 转身缓缓朝着李恒江走过去 此刻除了陈阳 李恒江是现场唯一站着的人 但看着慢慢靠近的陈阳 他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一股恶心的臭味传来 他竟是被陈阳吓得屎尿其流 一百多人被陈阳一人击败 这局面 李恒江完全没料想到 此刻 他哪里还有半分刚才的嚣张 眼神中只剩下了恐惧 眼前这个男人 太可怕了 求求你饶了我 求你了 李恒江鼻涕眼泪直流 带着哭腔向陈阳求饶 第六十三章 坏 陈阳出了房间 把门关上后 叶以晴和聂一臣都紧张起来 陈阳只身一人 拿什么和对方一百多人对抗 可是陈阳没有给他们松绑 他们动都动不了 想出去帮忙 也无能为力 房间外传来一阵阵打斗的声音 以及惨叫声 叶以晴和聂一臣 只觉头皮一阵发麻 心想 陈阳肯定完蛋了 那么多人 怎么打得过呀 可是过了一会 外面又传来一阵阵惨叫 怎么听都不像陈阳的声音 就在两女疑惑的时候 房门打开 陈阳带着一脸淡定的笑容 走了进来 蹲在聂一臣旁边 一边松绑 一边说道 小跟班 以后别再犯傻了 要是你真被这些混蛋给那个傻 就太划不来了 这种事情 怎么也得先便宜我才行啊 说着 陈阳坏笑道 嘿嘿 之前没发现 你的身材还挺雄伟的 聂一臣翘脸一红 连忙把敞开的衣服拉拢 紧紧的掖住 对陈阳道 老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放心吧 外面的坏蛋都被一位英明神武 潇洒帅气 绝世无双的超级无敌大英雄给搞定了 陈阳笑嘻嘻嘻道 给叶以晴也松了榜 听到这话 两女都是一愣 叶以晴问道 有人来救我们 那人来了 却又走了 风轻云淡 不带走一片云彩 陈阳一脸淡定 丝毫看不出有任何说谎的迹象 聂一臣惊呼道 那人 老大你的意思 只来了一个人 就把黑狼武馆的混蛋全部搞定了 陈阳厚颜无耻道 那位侠师非常厉害 而且长得超级帅 气质也十分出众 这样的英雄人物 区区黑狼武馆 又怎会是他的对手 哇 真的吗 如果能拜他为师 让他教我功夫就好了 聂一臣兴奋道 叶以晴却是一脸狐疑的看着陈阳 感觉陈阳是在说谎 来的肯定不止一个人 而且 黑狼武馆都是练武之人 不可能有人强大到 能凭一己之力解决他们 叶以晴虽然猜疑 但他却完全没联想到陈阳身上 因为陈阳身上连一点血迹 甚至连灰尘都没有沾上 根本不像和人战斗过的样子 陈阳带着叶以晴和聂一臣出了房间 当看到外面躺了一地的黑狼武馆成员 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浓烈血腥味时 两女都是花容失色 险些就吐了 黑狼武馆的成员虽然没有都被杀死 但大多都伤势惨重 躺在地上连哀好的力气都没有 当看到陈阳出现在视线里 他们更是目光中露出恐惧之色 挣扎着想要往后爬 却没有力气 他们好像很怕你 叶以晴惊一道 陈阳潇洒地甩了下头发 也许是被我的帅气所震慑了吧 叶以晴嘴角一抽 真不知道该怎么接陈阳的话 聂一臣朝四周望了望 看到一滩烂泥式的李恒江 眼嘴惊呼道 他 他死了 自作孽不可活 陈阳微微摇了摇头 很自然地拉着叶以晴和聂一臣的手 出了仓库 廖志斌惊喜道 第六十四章 信件 李继琳叮嘱李恒江 一定要把尸体处理干净之后 他和梁微就离开了废弃框坑 在他看来 陈阳已经被绑住 而且有一百多黑狼舞馆成员在场 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脱身 老梁 一路上你都不说话 不会还在担心那小子吧 李继琳坐在宽大的办公椅上 对梁微说道 梁微对黑狼舞馆来说意义非分 正是他的强大战斗力 让其他舞馆忌惮 黑狼舞馆才有现在的地位 所以李继琳对他非常看重 十分在意他的感受 而且如果不是当年李继琳救了梁微一名 凭他黑狼舞馆 就算花再多的钱 也未必能招揽来梁微这样的高手 见李继琳询问 梁微甘笑了声 道 李兄 我祖爷爷不回复 我心里始终不安宁 梁老先生也真是 非得住在深山老林里 水电器什么都不同 要找他还得派人进山 实在太麻烦了 李继琳抱怨了句 起身拍了拍梁微的肩膀道 你放心好了 那小子今天死定了 不会有什么事的 就在这时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李继琳道 进来 一名黑狼舞馆成员推门进来 急匆匆的跑到梁微面前 梁爷 我们派去的人 见到了您祖爷爷 他写了封信送回来 祖爷爷回信了 梁微一把拿过 黑狼舞馆成员手中的信件 脸上露出焦急之色 连忙把信封拆开 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陈阳的底细 信纸上的笔迹很连贯 甚至是有些潦草 显然梁成虎在写信的时候 有些急 阿卫 根据你提供的照片 我回忆起 曾经见过这个人 但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他所属的组织 叫做黑棋 白棋为败 黑棋的意思则是永胜 这个组织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目前还从未有过败绩 哪怕是输了 也必将卷土将对手覆灭 黑棋中人数不多 但高手如云 实力深不可测 绝非你能够想象 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 可以用龙婷和黑棋做对比 黑棋的人万万不可招惹 至于那人说他与我平辈论交 我却是不知真相 毕竟如今还活着的老家伙 比我辈分高的人 也只有那么几个 他们都已隐居 有没有说这么年轻的徒弟 我也不得而知了 但若是他真与我平辈论交 那就更不可冒犯他 而且这个世界上还有些力量 不是我们能够触碰的 梁成虎 信件不长 梁维很快看完 心思起伏 久久不能平息下来 黑棋他没听过 但龙婷他是知道的 由一帮极其强大舞者组成 实力深不可测 而这叫黑棋的组织 竟然能比你龙婷 李继琳见梁维半天不说话 开口问道 老梁 你祖爷爷说了什么 你怎么呆住了 梁维回过神来 连忙道 快 快通知矿坑的人 那个人动不得 到底怎么了 李继琳皱了下眉头 他还从来没见过梁维这么慌张 梁维也懒得解释 把信地给李继琳 李继琳看完后 顿时就傻眼了 他黑狼舞馆在大义牛逼 但跟龙婷比起来 连提携的资格也没有 可是那个人却来自于一个 可以和龙婷相提并论的组织 顿时 李继琳慌了 他连忙拿出电话 打给李恒江 却没人接 打给魏勇 电话响了几声 有人接了起来 第65章 病危 同一时间 大义省医院的特护病房大楼内 叶老所在的病房 处于一片阴云之中 而走廊上 站着很多亲近叶家的人 皆是大义室的富豪 他们此刻都是极为担心 因为叶老一死 对他们的打击将非常大 可谓是元气大伤 当然 最关心叶老安危的是叶家的人 叶老是叶家的半边天 如果他一死 叶家的敌人绝不会有任何怜悯 会趁机对叶家下手 叶家将变得极为危险 此刻 叶家人看着床上形容哭狗 面色轻灰的老者 都是皱紧了眉头 似乎已经看到了 叶家即将没落的未来 病房内的气氛 十分压抑 姚院长还有没有办法 可以延续我父亲的寿命 叶允伦面色铁青 极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对站在叶老床头的省医院院长 姚永胜说道 对不起 叶先生 我已经尽力了 姚永胜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愧疚之色 作为一名医生 他还是有几分医德 又何尝不想把病人救活 可是他的医术有限 无能为力 叶允伦面色一变 语气阴冷道 姚永胜 你告诉我 我父亲还能活多久 听到姚永胜没办法 叶允伦连称呼都变了 直接从姚医生变成了姚永胜 语气更是没有半分客气 姚永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硬着头皮道 如果不出意外 叶老他活不过今晚 哗 一听这话 病房内的叶家人顿时炸开了锅 虽然他们都早有准备 但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姚医生 真的没办法让我父亲多活几天了吗 老大叶伟伦 上前握住姚永胜的手 一脸祈求道 姚永胜叹息一声 道 也许我师父吴文广出手的话 或许可以 但我师父已经退役 现在他居住在枫叶国 根本赶不回来 这下叶家之人是彻底绝望了 叶老一死 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叶超海一阵恍惚 口中喃喃道 完蛋了 爷爷一死 我们叶家没落了 以后那些公子哥 谁还听我的话 我哪里来的钱话 哪里来的女人玩 一听这话 叶家之人都是皱起了眉头 无不比一地看向叶超海 人都要死了 你还说这种话 简直是大不孝 不过此刻好几个叶家的孙子辈 也都有叶超海的这种想法 只是不敢说出来罢了 叶云伦面色一片阴沉 过了好一会 他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 冷然开口道 父亲的死 绝不能传出去 今天在场的人 都必须得我保密 他话音刚落 哐当一声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撞开 一道人 迎猛地冲了进来 叶以勤冲进病房 没有理会其他人惊讶的目光 直接趴在爷爷的床头 握住了爷爷的手 眼眶中含着泪 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整个叶家都在担心 叶老死后怎么办 也只有叶以勤担心的是 叶老这个人 舍不得自己的爷爷 把房门关上 叶云伦瞥了眼敞开的房门 等关上后 他看向叶以勤 毫无感情道 叶以勤 你已经不是叶家的人 谁让你来的 第66章 服药 叶以勤看了眼 自己这位无情的父亲 咬了咬牙 沉声道 从此以后 我跟着我妈姓 叫孟以勤 你可别叫错了名字 好呀 反正我们叶家 不稀罕你这个野种 叶超海指着叶以勤骂道 见叶以勤竟然敢敢信 叶允伦面色铁青 正欲呵斥 并床上突然传来 叶老的咳嗽声 众人连忙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叶老缓缓睁开了眼睛 虽然濒临死亡 但他的目光中 还是透着精芒 显得十分理智 见此 所有人脑中都闪过一个念头 回光返照 谁要把以勤赶出叶家的门 谁就是和我过不去 叶老说的第一句话 是维护自己的孙女 他拍了拍叶 以勤的脑袋 微笑道 以勤 你永远姓叶 是跟着我姓 可别改 不然我下了地狱 都会不高兴的 好 我听爷爷的 看着叶老慈爱的样子 叶以勤不住的点头 叶老笑了笑 目光扫过其他叶家人 面色一变 美好气道 瞧瞧你们 我一个老头子死了 你们就紧张成这样 也难怪你们难成大气 都是我无能 叶允伦低下头 有些自责道 叶老却是脾气一点也不好 瞪着叶允伦道 你何止是无能 而且还没见识 以勤昨天带来叫陈阳的青年 我是越想越觉得他不简单 如果你们没得罪他的话 或许我还真可能有救 但是现在 连他的药丸都扔了 我叶苍山只能等死 看着叶老气急败坏的样子 叶家人都是低下了头 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就在此时 叶以勤从包里摸出了一粒褐色的药丸 道 爷爷 不如你就试试吧 什么 还有一粒 顿时 叶家人都是激动起来 不过叶超海却是阻止道 不行 这药丸不知是什么鬼东西 怎么能给爷爷吃 听到这话 众人无不觉得叶超海无脑 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还在乎会被毒死不成 就连溺爱儿子的叶允伦 也忍不住骂道 蠢货 给我闪到边上去 闭上你的嘴巴 叶超海张了张嘴想反驳 却终究不敢忤逆父亲 往旁边挪了两步 阴险的目光盯着叶以晴 充满了怨恨 其他人看向叶以晴手中的药丸 目光灼灼 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哪怕这个希望十分渺茫 他们也要一事 叶老瞥了眼药丸 平静道 以晴 我没力气服药 你直接把药丸扔我嘴里吧 叶以晴点了点头 把陈阳所谓的精华丸 放进了叶老的嘴巴里 叶老丝毫没在意 这是陈阳从身上搓下来的 嘎嘣嘎嘣吞了下去 吃尽肚子后 没有了动静 最后的希望破灭 整个病房里的人都慌了 随即便是愤怒 叶允伦忙道 怎么回事 姚医生 赶紧把我父亲救醒 他还没给我们交代后事 不能就这么死了 第67章 神迹 叶超海贱要完没用 一副老子有先见之明的表情 激动道 我就说不能是这样 现在好了 也直接隔屁了 那小子就是个江湖骗子 竟然敢骗到我们叶家的头上来 根本就是 没把我们叶家放在眼里 这可是 他身上搓下来的污垢 竟然让我爸吃下去 这是对我们叶家的挑衅 对我们的侮辱 叶家老二叶天伦 双眼通红 气得肺都要炸了 如果我爸就这么死了 我绝不会放过那小子 我要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叶允伦最稳重 但他说出的话最冰冷 同时 叶家众人盯着叶以晴 眼神中满是憎恶 因为陈阳是叶以晴带来的 他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此时看着愤怒至极的叶家人 叶以晴也是慌了 他不相信陈阳会开这种玩笑 可事实摆在眼前 叶家绝对侵扰不了陈阳 等等 叶老的情况在好转 他的一切生理指标都恢复了正常 这 这怎么可能 就在病房一片嘈杂的时候 姚永胜盯着检测仪器 突然惊呼道 什么 恢复了正常 一听这话 病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向了姚永胜 只见他瞪大了眼睛 眼神中充满了惊讶 震撼 更多的则是不解 一名器官衰竭的人 竟然能恢复生机 这打破了他对医学的理解 而且 那个救命的药物 还是别人从身上搓下来的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 行医这么多年 姚永胜见识过 无数国手的神奇手段 却从来没见过 如此诡异的医疗方式 这片方 未免也太偏了 如果不是看到了整个过程 姚永胜绝不会相信 这是真的 这不是奇迹 简直就是神迹啊 姚医生 我爸没事了 叶允伦惊喜道 姚永胜回过神来 连忙给叶老把脉 把脉之后 姚永胜的眉头皱了起来 沉生道 从叶老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可以坚持三天 三天 这不正是陈阳所说 一粒药丸的效果 此时叶家人终于明白了 那叫陈阳的青年并没有说谎 他身上的污垢 真的能够治病 而且几乎是起死回生的效果 可是陈阳说了 他的污垢 只能维持住生命 要想治病 必须找到一些特殊的药材才行 那张纸呢 陈阳写的那张纸呢 叶允伦急急忙忙的喊道 众人从来没有 见他如此慌张过 叶家人回过神来 都是连忙在病房里翻找 哪怕是厕所的垃圾桶都没放过 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张纸 叶允伦把纸交给姚永胜 郑重道 姚医生 请你三天之内 一定要找到这些药材 拜托了 姚永胜接过纸张 点了点头 现在 他对陈阳十分好奇 也想见识一下 陈阳会怎么给叶老治病 可是 他低头一看手中的纸张 顿时就梦了 纸上写着十三种药材 可是他只认的八种 另外五种 连名字都没听过 第六十八章 请求 龙咸花 炎罗喇叭 血之草 看着手中写着药材名称的咒者纸张 姚永胜感到十分茫然 这些药材他根本不认识 叶允伦让他找 他上哪找去 可是出于自己医学专家的面子 姚永胜并没有说出自己的为难之处 不然的话 他的招牌就彻底砸了 而这些不认识的药材 该怎么找 他只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他的师傅吴文广 见没人注意 他悄悄地退出了病房 去给远在加拿大的师傅打电话去了 叶允伦安排了姚永胜找药材 接下来便是要找到陈阳 现在想要救回叶老 陈阳是关键 以晴 陈阳在哪里 叶允伦看向叶以晴问道 语气柔和了很多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叶以晴对爷爷的安危十分担心 急匆匆拿出手机打给陈阳 说明用意后 陈阳冷漠道 叶允伦请我给你爷爷治病 哼哼 没点诚意 让他自己来请我 说完 陈阳直接挂断了电话 叶以晴听道 嘟嘟嘟的声音 皱眉看向叶允伦 陈阳 让你自己去请他 这小子 叶允伦眼中怒火一闪即逝 没有发作 冷哼一声 对叶以晴道 黛 我去见他 似何院 陈阳躺在椅子上 晒太阳 正悠哉悠哉 却听到嘟嘟嘟的敲门声 抬头一看 是叶允伦一行人 他闭上眼睛 只当没看见 叶以晴走进来 低声道 陈阳 我父亲来了 请你 哦 来了 在哪里呢 陈阳睁开眼睛 故意东张西望 叶允伦额头上青筋突起 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和 走上前开门见山道 陈阳 请你跟我去医院 就医救我父亲 你们不是把我赶走 说我是骗子 还想揍我吗 怎么 现在后悔了 陈阳笑了笑 面色一沉道 我说过 要想让我再出手 必须叶家人都跪下来求我 你 叶允伦咬了咬牙 终究没有发火 现在他除了震惊陈阳的医术外 他也有些忌惮陈阳 万一惹火了眼前这人 他这个首富可打不过对方 至于让叶家人下跪 这根本不可能接受 简直是对叶家的侮辱 叶允伦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缓 道 陈阳 我叶家财富雄厚 只要你治好了我父亲 你想要什么 我叶家都可以给你 陈阳冷笑一声 越发的比一叶允伦 如果对方好言好语 他或许还会考虑出手 但叶允伦实在是太俗气了 一点也不对他的胃口 他摇了摇头 嘲笑道 你那点钱财 在我眼里 什么也不准 一时间 叶允伦的面色一变 气得脸颊通红 陈阳的话 完全是无视他 令他这个首富的自尊心 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他阴沉着脸道 陈阳 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没有 我这个人就是小肚鸡肠 谁让你们昨天要得罪我呢 陈阳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双手抱头躺着 悠闲地摇晃着双脚 第69章 出手 叶允伦目光一沉 冷声道 陈阳 你别自以为是 难道你就不怕我逼着你去救我父亲 逼我 陈阳呵呵一笑 摇头道 就凭你 只怕还没那个本事 叶允伦眼神中透着寒光 彻底被陈阳激怒了 他自从接掌叶家以来 除了父亲之外 还没有谁对他这么嚣张 眼看叶允伦就要发怒 叶以勤站出来道 陈阳 算我求你 救救我爷爷 说着 叶以勤膝盖一弯 竟是要给陈阳下跪 陈阳对叶以勤没有偏见 伸手将他扶住 皱眉道 怎么都姓叶 差距就这么大呢 拜托了 陈阳 我给你下跪 你救我爷爷好不好 叶以勤一脸欺望地看着陈阳 想要挣脱陈阳的手 往地下跪去 看着叶以勤快要掉下来的眼泪 陈阳心底顿时就软了 虽然叶家无道 但叶以勤和叶老却没得罪他 眼下叶老病危 如果不出手的话 的确也说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 陈阳并不想看到叶以勤伤心 他无奈道 算了算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就帮他一把 真的 谢谢你 陈阳 叶以勤心愤得跳了起来 顿时破涕微笑 双手抱着陈阳的手臂 兴奋地晃动 突然间 叶以勤撅起粉嫩的红唇 在他的脸上 轻轻地亲了一口 见陈阳看过来 他脸蛋刷得就红了 但还是硬着头皮 瞪眼道 看什么看 刚才是我太激动 我可不是故意想亲你 陈阳嬉戏一笑 摸了摸脸上 被叶以勤亲过的地方 然后把手 只放在鼻尖闻了闻 道 还挺香的 下流 叶以勤脆了一口 本来想骂陈阳 但一想 现在也不是时候 拉着陈阳道 走吧 就跟我去医院 陈阳没有动 制止道 等等 叶以勤一脸狐疑地看向他 他则是瞥了眼脸色 铁青的叶允伦 陈生对叶允伦说道 你回去之后 告诉叶家的人 等我去给叶老治病的时候 都别叽叽歪歪的 不然我不会在手下留情 还有 以后你们对以勤好点 毕竟他是我的房客 作为房东 爱护房客是我的责任 叶允伦没有吭声 他此刻很不爽 他放下来面子来请陈阳 陈阳却不为所动 而叶以勤三言两语 陈阳就答应了下来 这让叶允伦的心理 非常不平衡 你不说话 我当你是默认了 堂堂首付的话 希望不要融为笑柄 陈阳说完 看向叶以勤道 我让你们准备的那些药材 应该还没准备好 我现在 跟你去了也没用 我再给你搓两粒精华丸 你带回去给叶老续命 等药材找齐了 你再联系我 到时候 我给叶老彻底治愈 叶以勤点头道 好 陈阳又从身上 搓了两粒精华丸 交给叶以勤后 叶以勤如获至宝地捧在手心 连忙就往四合院外跑去 道 我得去找个次瓶 不然要笑 就挥发了 等叶以勤走了 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 毕竟 陈阳已经答应帮忙 叶允伦虽然心有芥蒂 但还是打算说 两句场面话 可没等他开口 陈阳瞥了他一眼道 你还站在这干什么 等着我送客吗 叶允伦嘴角一抽 又尴尬 又愤懑地离开了四合院 第七十章 安总召见 陈阳想不明白 叶允伦这么世故的父亲 怎么就生出了叶以勤 这么帅真的女儿 叶以勤一定是像他妈 陈阳只能在心里如此想 这时 电话响了 一看号码是安宁打来的 让陈阳赶紧去上班 半个小时后 陈阳开着 因为他疯狂驾驶 而撞得面目全非的马沙拉蒂 出现在安氏集团的楼下 卧槽 这不是安总的车吗 怎么撞成了这样 门口的保安看到马沙拉蒂 惊呼一声 打亮着坐在驾驶席的陈阳 却是一脸疑惑 不认识这个开车的司机是谁 陈阳忙活了一整天 此刻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 安氏集团的大楼前 人来人往 不少人经过马沙拉蒂的时候 都是指指点点 眼中充满了疑惑和惊讶 好多漂亮妹子 没想到安宁的员工素质这么高 而且 这些女孩成熟妩媚 和学校里的同学 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陈阳的目光 男男道 怎么办 我到底是该上学 还是到安宁的公司来上班呢 就在此时 一名身着办公室 OL制服的美女 迈着性感的步伐 从大楼里走了出来 她的出现 立刻将其他女人的光芒压了下去 安氏集团所有的美女在她面前 都黯然失色 完全不是一个亮极 与此同时 见到安宁的人 都是面露敬畏之色 纷纷让开路 向她问好 安总 您好 安总 请慢走 看得出 安宁在安氏集团的微信很高 但她并不高傲 微笑着和每一个员工点头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可是突然 她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看着停在大楼门口的马沙拉蒂 她险些就破口大骂 只是给陈阳开了一天车而已 这辆车竟然到处都是凹痕 前保险杠掉了 后门的玻璃也坏了 车漆大面积擦伤 整辆车面目全非 安宁微微皱了下眉头 努力维持自己总裁的稳重形象 缓缓走到马沙拉蒂前 开门上车 瞥了眼陈阳的后脑勺 走 汽车发动 无法关闭的玻璃 吹进来一阵阵凉风 将安宁的头发吹得随风飞扬 她却没有半点如沐春风的感觉 沉默了好一会 安宁开口问道 你不是去补漆吗 怎么补到云山去了 还有 为什么这辆车会坏成这样 虽然她的语气很平静 但却透着丝丝寒气 陈阳笑了笑 认真道 安总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遇到了点麻烦 放心 这辆车 我一定让人给你修好 保证比以前的性能更强悍 看着陈阳笑嘻嘻的样子 安宁只觉得拳头仿佛打在了棉花上 根本没地方着力 她的火气不知道该往哪里发 她暗叹一声 美好气道 修车的钱在你的报酬里面扣除 你把车停在车库里就行 我还有另外一辆车 哦 有车就好 如果修车的话 我还担心咱们没车开 陈阳笑嘻嘻道 安宁看着她眉心眉肺的样子 感到一阵无力 真不知道把陈阳留下 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也许跟这个保镖在一起 自己才更危险 第71章 寂寞 眼看马沙拉蒂开进了盛世华府 安宁忘了眼黑灯瞎火的别墅 突然感到有些落寞 离乡背景这么多年 虽然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事业有所起色 但她在夜晚独处的时候 总是会感到寂寞 父母远在中都 顾不上她 而她眼界又很高 虽然身边的男人层出不穷 却没有一个能入得的法眼 所以一直单身 这些年来 虽然看起来她是个女强人 但作为一个女人 她何尝不希望 有人能够多陪陪自己 她看了眼开车的陈阳 犹豫了下 道 陈阳 我们出去吃饭 吃了饭再回来 请我吃饭 怎么 安总你难道看上我了 想泡我 陈阳坏笑道 泡你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 难道我们俩去吃饭 不是你给钱吗 安宁一阵无语 陈生道 就是出去吃个饭 你可别想歪了 还有 吃饭的钱给你付 作为你撞 坏我车的精神损失费 OK 没问题 陈阳做了个OK的手势 马沙拉蒂调转方向 驶出了盛世华府 不一会 汽车停在了东安宫大后面的小吃街 看着沿街摆放的桌椅和灯箱 安宁不禁皱起了眉头 向陈阳问道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当然是吃东西 陈阳很自然地回答道 下了车 他打开安宁的车门 做了个请的手势 道 尊敬的总裁 请下车 安宁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在路边摊吃过东西 一时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看着陈阳热情的样子 他犹豫了下 还是下了车 因为放假 小吃街的人不多 但马沙拉蒂的到来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紧接着 看到一位样貌冷艳 身材性感的女人下了车 整条街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安宁顿时成为了焦点 安宁有些不自在地捋了下头发 对陈阳道 我们吃什么 跟我来 陈阳带着安宁 坐在了一家小店外的椅子上 朝店老板招了招手 一连点了很多菜 安宁也不是浪费的人 低声道 这么多菜 我们吃得完吗 吃不完慢慢吃 陈阳笑了笑 又朝老板喊道 给我包一箱啤酒来 一听要喝酒 安宁道 啊 要喝酒 我酒量很差的 很差吗 这样正好 把你灌醉 然后探一看你的底下 不对 应该是底细 陈阳心底坏笑 起开一瓶啤酒 放在了安宁的身前 看着陈阳流血的双脚脚掌 安宁的心脏 扑通扑通的猛跳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表现得很强势 从来没有被男人 这样保护过 这种被人关心 爱护的感觉 让他心里感到十分安宁 看着脚底流血的陈阳 安宁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为了保护自己 而不顾自身的安慰 哪怕他有些变态的行为 自己也可以容忍 心里涌起这种想法 安宁自己都觉得奇怪 脸颊刷的就红透了 可当他抬头朝陈阳看去 他面色顿时就变了 只见陈阳目光紧紧盯着他 一脸坏笑 就差没流口水了 安宁连忙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 刚才的混乱中 自己的小衣服 竟然被扯掉了一边 混蛋 不准看 他骂了一句 连忙扯过一条郁金围在身上 刚才对陈阳产生的好感 早已抛到了酒消云外 瞪着陈阳道 别以为刚刚救了我 我就会原谅你 第72章 最难销售美人恩 安宁又不过陈阳 倒了一杯酒 对陈阳示意了下 我只喝这一杯 陈阳笑道 你放心好了 如果你喝醉 我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 一定安安稳稳地把你送回家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只喝一杯 安宁坚定道 不一会 老板的菜上来了 第一道是烤脑花 一看那弯弯曲曲的猪脑 安宁顿时皱起了眉头 摇头道 陈阳 你就带我来吃这个 看起来好可怕 这东西能吃吗 生的我都吃过 这个烤熟了 味道更好 陈阳说着 加了一块放进嘴里 有滋有味地嚼了两口 吞进了肚子里 看他吃得有味 安宁犹豫了下 加了很小的一块 缓缓地放进嘴里 当尝到烤脑花的滋味 安宁顿时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这东西出乎了他的意料 简直太好吃了 他又接连吃了好几口 吐着舌头道 好啦好啦 不过好好吃 说完 他抓起桌上的酒杯 仰头一口 把啤酒喝得一干二净 然后很自然地给自己倒了一杯 见陈阳看过来 他盲板着脸道 看什么看 我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你管不着 看着老板端上桌的凉拌鲫鱼 安宁转移话题道 虽然这里坏经不怎么样 不过味道确实不错 没想到 你居然还知道这种地方 我是大义公大的学生 当然知道这里 什么 你是大义公大的学生 任小剑不是说 你是高手吗 怎么会是学生 谁规定 学生就不能是高手 陈阳一脸比一地看了眼安宁 那表情仿佛在说 亏你还是总裁 没见识 就在安宁要发飙之前 陈阳话锋一转道 对了你这次需要人保护 具体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事 安宁却是皱起了眉头 脸上露出忧虑之色 他端起酒杯喝了口 这才说到 我公司产品的口碑非常好 在国内十分畅销 现在我打算进军国际市场 加大产量的话 肯定需要新的包装和物流 就是因为这件事 让我陷入了麻烦 一听这话 陈阳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道 有人争夺包装和物流的合作权 你怎么知道 安宁面露意外之色 接着道 如果真是争夺合作权还好 可偏偏有家本地的公司 硬要我把合同签给他们 虽然对方在本地的实力很大 但我在商言商 他们给的价格不合理 我是绝不会签的 而且 我这人吃软不吃硬 就算威胁我 他们也休想拿到合同 所以 因为这件事 他们开始骚扰 你公司的正常运作 并且放言 如果你不签合同 他们就派人暗杀你 对不对 建成阳料事如神 安宁忍不住惊呼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这些事 我没告诉任小剑呀 就是应该这样发展 陈阳耸了耸肩 一副我就这么聪明 我也没办法的表情 安宁翻了个白眼 本来吃了东西 心情还不错 但说起这件事 他顿时就有些郁闷 忍不住又喝了杯酒 一副要借酒交仇的样子 陈阳给安宁道满酒 笑道 你给我说说 是谁威胁你 我帮你摆平 放心 我收费不会太贵 顶多也就几百万 你给我当保镖的费用 就已经五百万了 你还嫌少不成 如果不是任小剑 极力鼓吹你厉害 我可不会拿这么多钱出来 安宁摇头道 他却不知自己支付的用金 远远低于了陈阳的身价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保护好你就行了 而且帮你把事情搞定 你就不要 我这个保镖 以后见不到你 我会舍不得的 陈阳看着安宁的眼睛 一脸认真道 安宁喝了酒后 脸颊本来就红 一听陈阳这话 他的脸就更红了 连忙低下头 竟是露出了慌乱的神态 如果被安室集团的员工见到 肯定会惊讶 这位冷艳的总裁 竟然会露出这种表情 陈阳黑黑一笑 端起酒杯道 来 安总 干杯 扶着安宁往楼上走 陈阳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刚坐下 就说只喝一杯的美女 今晚竟然喝醉了 来 干杯 老板 拿点酒来 妈妈 我想你了 安宁胡言乱语 声音越来越小 只是发出嗯嗯的声音 陈阳把安宁扶进房间 只见安宁的房间 到处都摆着毛绒玩具 完全出乎了陈阳的预料 看来他看起来冷艳 其实内心是个柔软的少女 陈阳一边分析 把安宁扶到床边坐下 安宁却突然身子一歪 靠在她的肩膀上 双手紧紧拉住她 英宁道 别 别走 陪我多说会话 陈阳低头看着安宁的脸蛋 不得不赞叹安宁 确实非常漂亮 而且有种特别的冷艳高贵 你这纯粹是诱我犯罪 太不道德了 陈阳嘟囔一句 脸上露出郁闷之色 美好气道 我说安总 你好歹也是总裁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好不好 嗯 安宁阴宁了声 迷迷糊糊的睁了睁眼睛 但没有任何反应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最难销售美人恩了 陈阳哭丧着脸 可他不是那种人 安总 你就好好睡觉吧 陈阳稍稍用力 把安宁抱着他的手拉开 然后把安宁扔在了床上 盖上被子 盯着安宁看了一会 转身朝着房间外走去 可他刚走了一步 安宁坐起身刚呕了几下 读弄道 别走 陪我一会 第七十三章 正人君子 陈阳转过身来 看着迷迷糊糊的安宁 道 安总 如果你再说一次让我留下 我可就真的留下了 这一次 安宁张了张嘴 没有说话 就在陈阳等待的时候 突然安宁挖的一声 猛烈的呕吐起来 肮脏的呕吐物喷出来 陈阳连忙闪开 这才没有被喷得满脸都是 可没有了陈阳的支撑 安宁跌坐在床边 不断的呕吐 却是全都吐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你让我留下 不会是想喷我吧 陈阳扇了山空气中难闻的味道 上前把安宁扶住 拍了拍安宁的后背 点了几个穴位 安宁这才止住了吐 整个人却是昏睡了过去 看着一片狼藉的床单和安宁 陈阳犹豫了下 心想 好人做到底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美女总裁 和一摊会晤睡在一起 他一把将安宁扛在了背上 放进了房间里的浴缸 决定帮安宁把身上清洗干净 洗完之后 陈阳用浴巾帮安宁擦干 然后裹起来 然后给他吹头发 啊 可就在陈阳全身贯注 给安宁吹头发的时候 突然一声惊呼 从安宁口中发出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直觉无比的羞耻 愤怒 紧张 你 你醒了 陈阳听到尖叫 低头看了眼安宁 见对方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他善笑一声 连忙把手中的吹风机放下 变态 你这个变态 安宁咆哮一声 疯了般地朝着陈阳扑了上来 双手胡乱挥舞 朝着陈阳的脸上抓去 哎 我好心照顾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陈阳连忙闪开 一脸委屈道 照顾我 有你这么照顾的吗 这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 安宁说着 眼眶中浮现出泪花 哪里还有半分冷傲总裁的模样 根本就是个受欺负的小女人 眼看安宁就要哭出来 陈阳顿时就慌了 他陈阳这辈子什么都不怕 可就是怕女人哭 女人一哭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阳忙道 别别别 你别哭 我错了还不行 如果不是我醒过来 指不定已经被你侮辱了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太令我失望了 安宁擦了擦眼睛 抓起盥洗台上的各种护肤品 朝着陈阳扔了过去 陈阳连忙躲开 护肤品的瓶子落了一地 一些玻璃瓶的摔碎 玻璃渣散落的遍地都是 安宁又朝陈阳扑了过来 见此 陈阳连忙制止道 你别过来 你没穿鞋 小心脚被玻璃扎划上 别假惺惺 我不会相信你的 安宁没好气道 但终究 还是没朝陈阳跑过来 陈阳看着气急败坏的安宁 一脸委屈道 我好心帮你 怎么就成变态了 如果我真有歹心 早就把你给办了 你别想骗我 安宁一边说着 四处寻找可以对付陈阳的工具 竟是找了一杆吸水拖把 朝着陈阳打过来 这种无力的攻击 陈阳轻松就抓住了拖把 用力一拉 拖把便落在了他手中 不料 安宁被拖把往前一带 身子失去了平衡 脚下踉跄 踩到了玉京下摆 整个人朝前摔去 小心剥裂 陈阳见此 连忙扔掉手中的拖把 朝着安宁扑过去 将安宁搂在了怀里 这才避免安宁跌倒在地 你这个流氓 安宁用力从陈阳怀里挣脱 目光四处张望 正准备继续想办法攻击陈阳 可是突然他愣在了原地 他低头看向陈阳的双脚 只见他光着脚 脚底正在不断地流血 将地板都染成了红色 他为了保护我 竟然自己踩进了玻璃扎里 安宁心底突然扑通一跳 一种奇异的感觉浮现在心里 他愣在了原地 第74章 也不能寐 看着陈阳流血的双脚脚掌 安宁的心脏扑通扑通地猛跳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表现得很强势 从来没有被男人这样保护过 这种被人关心 爱护的感觉 让他心里感到十分安宁 看着脚底流血的陈阳 安宁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为了保护自己 而不顾自身的安慰 哪怕他有些变态的行为 自己也可以容忍 心里涌起这种想法 可当他抬头朝陈阳看去 他面色顿时就变了 只见陈阳目光紧紧盯着他 一脸坏笑 就差没流口水了 安宁连忙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 刚才的混乱中 自己的小衣服 竟然被扯掉了一边 混蛋 不准看 他骂了一句 连忙扯过一条浴巾围在身上 刚才对陈阳产生的好感 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瞪着陈阳道 别以为刚刚救了我 我就会原谅你 美景被浴巾遮掩 陈阳收回目光 看向安宁道 你未免也太霸道了 我明明是帮了你 你竟然还责怪我 到底有没有天理 帮我 你以为我会信 安宁瞪眼道 陈阳别了别嘴 道 你刚才吐的满身都是 我这才把你带进浴室 帮你洗干净 所以 我把鞋脱了 怕被水打湿 没想到 现在却踩了满脚的玻璃 而且 我陈阳可是证人君子 其实你睡着了 我也没有脱掉你最后的那层保护 你现在竟然还责怪我 简直是没良心 听完陈阳的话 安宁陷入了沉思 记忆的片段组合起来 他这才发现 陈阳说的话 确实是真的 也就是说 陈阳双脚被玻璃扎划伤 和他脱不开关系 而且 陈阳没脱掉他的贴身衣物 的确是没有趁人之威 至少在人品方面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看起来 安宁这才发现 好像还真是自己不对 顿时 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但他想到 陈阳用吹风机的变态行为 还是质问道 那你之后用吹风机吹 难道也是帮我 陈阳如实说道 你的衣物都湿透了 我总不能让你穿着睡觉吧 那样很容易感冒的 所以 我才用吹风机给你吹干 他做这种变态的行为 竟然是担心我感冒 听到陈阳的话 安宁的心顿时就融化了 心里没有了愤怒 只剩下了羞怯 尴尬 歉旧 他如此照顾我 我还误会他 真是太没良心了 安宁在心里自责道 想到陈阳冲 洗着自己的躯体 用吹风机 把自己吹干的场景 没有了愤怒情绪支撑的他 根本不敢抬头 去看陈阳的眼睛 沉默了好一会 他看了眼陈阳的双脚 你 你的脚没事吧 见安宁如此问 陈阳知道误会终于解除了 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 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按着胸口道 你伤的不是我的脚 而是我的心 一听这话 安宁娇躯一颤 想要给陈阳解释 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对 对不起 扭捏了好一会 安宁给陈阳到了声欠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原谅你吧 不过下一次 希望你能理智一点 陈阳一副哀声叹气的模样 缓缓地走出了浴室 摇头道 我脚掌上的玻璃渣 我只能自己慢慢地挑出来 希望不要太痛 一听这话 安宁忙道 我帮你挑 不用了 脚掌上全是血 染在你手上 终究不好 而且让你握着我的脚 我有些害羞 说着 陈阳羞涩一笑 小跑着出了安宁的房间 等下了楼梯 他脸上的表情 哪里还有半分羞涩 他不急不徐地朝着房间走去 坏笑道 嘿嘿 没想到他还挺有趣的 至于脚掌这种程度的伤 他压根就不在乎 留下的血脚印 他顿时感到有些心疼 暗骂道 都怪我 怎么这么鲁莽 他流了那么多血 肯定很疼嘛 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 安宁回过神来 他将床上用品全都换了 这才想起 自己身后还是湿的 他换了衣物 翘脸羞得通红 脑子里全是刚刚睁开眼时 陈阳一脸认真给他吹风的画面 真是羞人 安宁心头脆了一口 躺在床上 却是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刚才一目目的画面 小心脏也是扑通扑通的跳 又是有些羞怯 又是激动 第二天一大早 陈阳看到顶着熊猫眼的安宁 明知故问道 安总 昨晚你没睡好 想什么呢 想你 这句话 安宁差点就说出口 他看着陈阳慵懒的样子 怎么都无法将眼前的人 和昨晚那个正直暖男的形象相重合 暗暗摇了摇头 安宁冷着脸道 走吧 去公司 陈阳在车库里 见到了安宁的另一辆车 他原本以为会是一辆 和马沙拉蒂总裁同等级别的车 却没料到 竟然会是一台老旧的第五代高尔夫 陈阳开着车 对安宁道 真没想到 你还挺念旧的 安宁打量着有些老话的中控台 眼神中露出回忆之色 道 这是我买的一辆二手车 从中都开到大意 创业刚开始的时候 陪我走南闯北 算是陪了我最久的老伙计 虽然现在有了钱 但这辆车 我舍不得买 只为了留作纪念 看来你不止念旧 而且重感情 陈阳笑了笑 道 对了 你刚说你是从中都来 难怪没见到你父母 你是中都人 安宁看了眼陈阳 沉默了下 道 我家是中都的大家族 非常非常庞大的那种 势力遍布花锦国 不是你能够想象 虽然家里条件很好 但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太压抑 太多的勾心斗角 只有利益 没有感情 我二十岁的时候 家里让我嫁人 在他们的眼里 我就是用来与其他家族联姻的工具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于是我离家出走 安室集团 虽然现在安室集团 还比不上家族的财力 但我比很多家族成员都强 证明了我的价值 说到这 安宁停顿了下 看向陈阳道 对了 他们比我嫁的那家人和你一样 也姓陈 是非常庞大的家族 比我们安家还强了很多 我记得 让我嫁的那个人 好像叫做陈征 第七十五章 到底是谁 陈征 听到安宁说出这个名字 陈阳的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脑中浮现出一些不好的回忆 不过安宁并没有注意到陈阳的变化 接着说到 陈征非常出色 是陈家家主的儿子 他在陈家有很大的话语权 并且掌握了陈家 最有经济价值的石油和航空公司 不过 他并不是靠着父亲 才有现在的成就 因为陈家家主 已经失踪了十多年 现在陈家是由长老团在掌控 听到安宁称赞陈征 陈阳心头非常不爽 冷声道 听你的意思 你好像很喜欢他 安宁听出陈阳的语气不对劲 心底一跳 按道 他难道吃醋了 如此一想 安宁突然觉得有些开心 决定调戏一下陈阳 道 喜欢还说不上 不过他确实很厉害 手上掌握上百亿的公司 长得也很帅 为人也不错 应该算得上是 现在花锦国最出色的年轻人了 陈阳冷笑一声 道 出色 公司是陈家给他管理的 长相是继承父母的 至于为人 你和他深入接触过吗 安宁本来还想夸赞陈征两句 但一见陈阳 好像真的不高兴 他皱了皱眉头 闭上了嘴巴 把安宁送到公司后 安宁在办公室里工作 陈阳则是在公司里 无所事事的瞎转悠 一时没事情干 他脑子里就回想起 陈家的事情来 虽然陈家对不起他 但他也没打算追究 大家各走各得 谁也不干涉谁 不过听到安宁和陈征有婚约 还是让他有些担忧 安宁是个好女孩 但陈征的人却不是好人 如果安宁真嫁给了陈征 这辈子可就真的毁了 至少据陈阳所知 陈征他已经弄死好几个女孩 但都被陈家把事情压了下去 如此禽兽 怎能让他去祸害安宁 想到这里 虽然陈阳早就打算 不和陈家有任何的交集 但他还是决定 如果安宁真要嫁给陈征 他一定要阻止 就在此时 诺基亚响起了滴滴滴的铃声 陈阳一看 聂一辰打来的电话 小跟班 怎么样 昨天有没有把你吓傻啊 接通电话 陈阳调侃道 可是突然听同理 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 把陈阳吓了一跳 心说 这才过了一天 小跟班不会又被绑架了吧 但听清对方说的话 陈阳就放下心来 你好 陈先生 我是一辰的父亲 不好意思 打搅你了 听到是聂强 陈阳有些意外 但还是有礼貌的 原来是伯父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有人求我邀请你 想要请你一起吃顿饭 我和你也不熟 所以才用一辰的电话打过来 我知道有些唐突 但还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谁求你邀请我吃饭 李继琳 一听这个名字 陈阳不禁哑然失笑 道 人家昨天把你女儿炉走 差点杀了 你竟然还能和她说到一块去 我也真是服了 聂强忙解释道 陈先生 你别误会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让李继琳放松戒备 然后对他进行致命一击 将他们黑狼武馆彻底的打垮 听到这句话 陈阳这才没有直接挂断电话 问道 李继琳是武道中人 你一个生意人 怎么给他致命一击 请杀手 这是聂强唯一的办法 陈阳摇了摇头道 不用 这件事我来做 你别插手 我会把黑狼武馆解决 好的 既然如此 那就讨扰陈先生了 你先别忙挂电话 一诚还想和你说两句 聂强很识趣 并没有试探陈阳要怎么做 很快 听筒里响起了聂一诚雀跃的声音 老大 听到聂一诚的声音 陈阳心情都好了些 这个女孩仿佛能感染人的情绪 小跟班 这才过了一晚上 你就从昨天被绑架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你别提 你一提我就害怕 对了 老大你在哪里 如果有空的话 你还叫我开车吧 现在圈子里都把你当成了传奇 你可要来好好录一手 露一手就算了 我没空 老大 反正放假 你在干什么 没事的话出来玩呀 正巧我还真有事 我趁着放假 再给别人打工挣点小钱 也对 老大你那破自行车也该换了 你一个假期挣几千块的话 倒是可以换一辆自行车 车就不用换了 到时候 我给你从国外搞点特殊的改装件 保证你那辆老杰达成为花锦国最快的车 切 你就吹牛吧 我那车已经花了两百多万改装 几乎到了极限 如果还想提升性能 除非你把飞机发动机装上去 你还真说对了 飞机发动机装不上去 不过 我可以给你装的缩小版的飞机发动机 骗人 就算有 你也买不起 聂一辰和陈阳聊了一会 心情大好 把电话挂断后 他正打算出门去赛道练车 聂强叫住了他 一辰 这个叫陈阳的人 你要和他搞好关系 对你将来的帮助很大 当然帮助大 他是我老大 会叫我开车的 聂一辰回头对父亲笑了笑 然后出了门 还是让你和他保持这种纯洁的关系比较好 看着聂一辰的背影 聂强脸上露出郑重之色 难难道 不仅李继琳低头 就连首富叶允伦 昨天也去拜访他 这个陈阳 来头不小啊 第76章 威胁 陈阳在安宁身边待了好几天 预想之中的危险 从来没有遇到过 哪怕是两人又一次去吃了次路边摊 也没能遇到调戏 美女的小混混 如此轻松的保护任务 陈阳还是第一次干 哪怕是保护凌柔 怎么也有两次英雄救美的经历 有时候 陈阳甚至觉得 会不会是安宁想多了 别人根本就没打算伤害他 陈阳坐在安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的沙发上 看着埋头办公的安宁道 安总 你这五百万我 可这么太轻松了 这一天到晚 根本没事情干 安宁抬了抬头 自从经历和陈阳那一晚之后 他对陈阳的看法已经改变 深深地认为 陈阳所表现出来的慵懒 只是表象 他的内心是一个正直的暖男 此刻听到陈阳的话 他微微抬头 也遇到 难道你不想轻松吗 万一对方正来了职业杀手 我看你未必能够搞定 世界排名前十的杀手 有三个我都交过手 而且都被我轻松干掉 你竟然说我搞不定职业杀手 更何况对付你安宁 也用不着多强的杀手吧 陈阳心里付费 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有职业杀手 你怎么不早说 这份工作太危险了 你得给我涨用金 至少多加五百万 看到陈阳紧张的样子 安宁心里有些得意 笑道 你做梦 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 你别想提价 还有 你把我的马沙拉蒂撞坏了 至少扣你二十万 陈阳别了别嘴 刚想反驳 安宁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安宁看了眼号码 对陈阳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这才接通了电话 嗯 什么事 啊 他亲自来了 行 你过五分钟 带他上来见我 另外通知一下保安部 让他们做好准备 我怀疑他在外面埋伏了人 安排之后 安宁挂断电话 皱紧了眉头 脸上满是忧虑之色 见此 陈阳收起了笑意 看向安宁道 那个想要包装和物流合同的老板来了 对 安宁点了点头 陈阳道 这人的身份很不简单 而且最近他儿子去世 他的心情十分不好 我担心他会乱来 陈阳黑黑一笑 挥了挥拳头 放心 有我在 他就算是敢大声对你说句话 我就别死他 我还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 如果把事情闹大 对我的公司也没有好处 安宁沉默了下 对陈阳道 你出去在休息室待一会 我和他先谈谈 行 如果有情况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可不想你受到伤害 陈阳说着 开门出了办公室 安宁听到陈阳的最后一句话 却是心里一暖 但随即摇头道 哎 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 我想那么多干嘛 过了一会 秘书把办公室门打开 一名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 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走进了安宁的办公室 如果陈阳在这里 就会发现 这名中年男子 赫然是黑狼舞馆的管主李继琳 当然 李继琳除了黑狼舞馆管主的身份之外 他也是多家公司的老板 手里很有些彩力 如今 距离云华山的事件 已经过去了七天 李继琳并没有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 他畏惧陈阳 他也恨透了陈阳 虽然他时刻担心 那个拥有恐怖战力 和惊人背景的人出现 但他作为一个舞馆管主 必须振作 否则黑狼舞馆将会一蹶不振 安室集团的包装和物流 是个大单 如果拿下 一年能有上千万的利润 所以 李继琳亲自来了安室集团 这个单子 无论通过什么手段 一定要拿下 以此证实他李继琳的能力 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痛打落水狗 安宁的秘书打开门让到一边 李继琳没有等安宁发话 静止走了进去 李总 请坐 安宁抬了抬头 并没有起身 虽然他在陈阳面前 表现过小女人的一面 但面对大一事舞蹈 赫赫有名的李继琳 他却十分强势 丝毫没有畏惧对方的身份 李继琳在沙发上坐下 用威胁的口吻说道 安总 合同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们的定价太高 已经是其他家的包装物流费用的两倍 你认为我还会考虑这份合同吗 安宁冷笑了声 反问道 李继琳目光眯缝了下 沉声道 俗话说 有钱一起赚 你们安氏集团 一年几亿的利润 分我一杯羹 也没什么关系吧 在商言商 我赚钱是我自己的钱 凭什么要分你一杯羹 安宁又是反问了句 态度相当强势 见安宁根本没丝毫签合同的意向 李继琳面色有些难看 冷声道 这么说的话 你是不给我面子 安宁并没有被吓到 正色道 如果做生意都讲面子的话 那我这集团早就倒闭了 李总 我们没什么好谈呢 请回吧 见安宁直接下了逐客令 李继琳这几天 本就窝火的心 顿时按捺不住 一拍身前的茶几 喝道 好你个安宁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安宁凛然不惧 瞪着李继琳道 莫非李总还想在这里对我动手不成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已经让保安部的人准备好了 只要你敢动手 立刻就能把你拿下 保安部吗 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 看看他们能不能赶过来 李继琳冷笑道 脸上露出细血的表情 安宁面色一变 抓起办公桌的电话打过去 接通后 对面传来声音 安总吗 实在不好意思 你们公司的保安力量太弱 已经被我们控制 如果你想 他们安然无恙 那就和我们李总签合同 对方说完 啪哒挂断了电话 安宁看着一脸音效的李继琳 气得浑身发颤 咬牙道 李继琳 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卑鄙 李继琳不以为意 笑道 你如果不签合同 我保证 你的公司没办法正常工作 工厂也会立即停工 并且 没人敢在你的公司继续上班 哼哼 到时候 安氏集团就只有倒闭 第77章 黑狼无管的牙 听了李继琳要干扰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 安宁气得面色铁青 对方对付他 他还可以请人保护自己 但对方拿他手下的员工下手 他又哪里顾得了那么多 见安宁面色难看 李继琳冷笑了声 道 你考虑清楚没有 要么和我签合同 要么公司倒闭 李继琳 我绝不会和你签合同的 安宁美眸中透着坚决 依旧没有屈服 李继琳目光一挑 语气森然道 安总 你可要想清楚 不签合同 受伤的不只是你 还有你的员工 你的公司 安宁冷哼一声 眼中闪过一抹嘲讽之色 李继琳 你这样做 对你也没有好处 到头来你一分钱赚不到 反而浪费人力 经历了无数次谈判 安宁岂是那么容易对付 哪怕面对再强的对手 他也能迅速抓住厉害关系 果然 听到这话 李继琳面色微微一变 但很快恢复了狠力 沉声道 安宁 你别以为我做不出来 如果你惹急了我 我杀了你都有可能 李恒江的死 令李继琳性情大变 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沉稳 变得更加的激进凶狠 性情残暴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因为冒犯他 而被杀害的人 已经有三个 当然 这三个人尸体都找不到 只能被当成失踪人员处理 此刻他眼神中透着杀机 饶视酒精商场魔力的安宁 也心头咯噔一跳 知道自己真把李继琳惹急了 对方甚至可能当场对自己下手 不过安宁的脾气很倔 尤其是在生意方面 他只会从商业角度出发 绝不会屈服在威胁之下 沉默片刻 安宁抬起头 冷冷地盯着李继琳 如果你要杀我 那你动手吧 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 李继琳疼地站起来 目光如暗夜中捕猎的野狼 紧紧地盯着安宁 安宁连忙把手放进了包里 里面放着他的防防喉喷雾 只要李继琳敢冲上来 这东西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同时他就有时间呼救 到时候沉阳过来 必能将李继琳制服 可是李继琳站在原地 并没有扑上来 脸上渐渐露出得意的冷笑 坐回了沙发 看着安宁道 你们五楼的产品研发部 据说有些样貌漂亮的女研究员 你想知道 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听到这话 安宁心头大惊 安是集团的卫生精 女性企业等产品 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能够大获成功 正是因为产品研发部的力量 这个部门可说是 整个安室集团最重要的部门 安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建立研究室 聘请研究员 如果这个部门出了问题 安室集团必将遭到重创 更重要的是 因为安室集团产品的特殊性 研发部的研究员都是女性 如果她们被人侵犯 安宁这个当总裁的 一辈子都不能安心 安宁气得郊区颤抖 指着李继琳道 李继琳 你这个人渣 你竟然对他们下手 你不是第一个说我是人渣的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李继琳冷然一笑 一副吃定了安宁的表情 起身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道 那些漂亮的研究员 应该已经被人拿下了 我正好下去看看 如果有合适的 或许可以带走 说完 李继琳不理会气急败坏的安宁 迈步走出了办公室 安宁连忙追出去 却只见李继琳已经进了电梯 LED显示 她在五楼停下 叫陈阳马上到五楼产品研发部 安宁对一脸茫然的秘书喊道 然后急匆匆的朝着电梯跑去 作为安室集团的总裁 她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员工的安全 可秘书听到她的话 却是皱了下眉头 道 安总 陈先生说你没吃早餐 他下楼给你买豆浆油条去了 听到这话 安宁愣了下 心想陈阳之前天天都在身边 现在关键时刻 你怎么就去买豆浆油条了 她连忙进了电梯 只能在心里祈祷陈阳赶快回来 坐电梯到了五楼 安宁直奔产品研发部 门推开的瞬间 她稍稍松了口气 实验室内 二十多名身穿白挂的研究员 被推壤在角落 一个个都吓得花容失色 大气都不敢出 所幸的是 他们的衣服还穿得好好的 并没有遭到侵犯 而在研究员们的旁边 十几名手握钢管的混混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不准他们有任何的动作 安总 快救救我们 安总来了 安宁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很高 他们都很崇拜安宁 似乎这位年轻的总裁 能解决任何困难 一名研究员向着安宁跑过来 却被黑狼武馆成员 用钢管拦住 将他推倒在地 安宁急道 混蛋 给我住手 几名黑狼武馆成员 回头看了眼 不懈地笑了起来 提前过来的李继琳站出来 瞥了眼安宁 冷笑道 安总 现在整个安氏集团的各部门 几乎都是这样的局面 只要我一声令下 我的手下就会动手 所以我想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安宁狠狠地瞪着李继琳 咬牙切齿道 李继琳 你如果敢伤害我的员工 我一定要你后悔 李继琳耸了耸肩 丝毫没在意安宁的威胁 道 其实我也不想伤害他们 很简单 只要你和我签了合同 以后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 我也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哼 李继琳 我告诉你 我安宁从来吃软不吃硬 难道你决定动这么大阵仗之前 你没有调查过我的背景吗 安宁咬了咬牙 为了赤退李继琳 他甚至连自己最不想动用的家族背景都说了出来 当然 他并没有明说 他是中斗安家的人 自从云山的事件后 李继琳犹如惊弓之鸟 生怕招惹了惹不起的人 一听安宁的话 他顿时心生退役 不过很快 他心里的狠力便将退役战胜 这次 他必须拿下安氏集团的合同 如果失败 其他地下势力都会认为 黑狼武馆没有了牙齿 失去牙齿的狼 就成了废物 到时候 他们黑狼武馆就死定了 第78章 分分钟联系奥特曼 李继琳把心意横 决定给安宁一点颜色看看 手一挥 被手下喊道 给我把这里砸了 好嘞 黑狼武馆的成员 兴奋地应了声 纷纷动手 朝着实验室的设备砸去 顿时把各种仪器 全都砸了得稀巴烂 乒乒乓乓的声音响起 一些还未研究完成的产品 四处乱飞 场面一片混乱 不出片刻 耗资五千多万建设的产品研发部 除了研究人员还在 整个研究部门几乎都毁了 看着一片狼藉的实验室 安宁气得浑身颤抖 眼睛都红了 这是他的心血 也是他最重视的部门 安室集团能有现在的一切 全靠研发部门的努力 产品才能得到用户的认可 可是现在 设备毁了 一切正在进行的研究数据 全都没了 也就是说 安室集团的下一代产品 至少要推辞一年才能发布 李继琳 我和你拼了 安宁冷喝一声 抓起桌子旁边 一个破掉的试管 朝着李继琳的身上捅去 可他虽然脑袋聪明 但身手实在太差劲 还没冲到李继琳跟前 旁边一名黑狼武馆成员 一脚朝着他拦腰踢过来 却是没有半点怜香惜玉的心思 用尽了力气 安总 小心 混蛋 你们住手 产品研发部的研究员都是急了 想要冲上去帮安宁 却已经来不及 眼看安宁就要被黑狼武馆成员踢中 门口突然一道人影闪现 那人速度之快 后发先至 一脚踢中了攻击安宁的黑狼武馆成员 喷轰一声 黑狼武馆成员 犹如扔出去的沙袋 飞出了六七米 撞在墙上 这才停下 然后他缓缓滑落地面 软塌塌地跌坐在地上 口中涌出鲜血 眼睛紧闭 也不知是晕了还是死了 与此同时 安宁手中的破裂试管 划伤了李继琳的手臂 就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只见一名长相俊朗 脸上带着笑意的男子 走到了安宁身前 提起手中的豆浆油条 笑嘻嘻道 安总 你的早餐 早餐 这小子是来送外卖的 众人嘴角一抽 听到陈阳的话 简直感觉和此刻的气氛格格不入 你难道就没注意到 此刻剑拔弩张的情况 安宁看到陈阳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他不知道陈阳有多强 但从人小剑说的话来看 对付十多个黑狼武馆的小混混 并没有太大问题 而陈阳的实力 从他刚才一脚踹飞 黑狼武馆成员 就可见一斑 可是看着陈阳手中的早餐 安宁就有些哭笑不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让我吃早餐 可是随即安宁 只觉心里一暖 在东安这么多年 还没有谁给他买过早餐 陈阳的行为 让他有些感动 我草 这小子什么东西 竟然赶到我们黑狼武馆的人 小子 你死定了 你他妈一个送早餐的外卖小弟 少在这里多管闲事 黑狼武馆成员 看着陈阳旁若无人的样子 顿时就怒了 纷纷操起家伙 就朝他冲上来 可他们刚刚迈出一步 李继琳回过神来 也不顾被安宁划破的手臂 连忙上前将他们拦住 慌张喊道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不要动他 什么 不要动他 见此 不止黑狼武馆成员猛了 就连安宁和产品研发部的研究员 也都搞不懂了 这种时候 李继琳不是应该让人狠狠地揍陈阳吗 可是为什么情况和大家想的完全相反 而且李继琳的样子 似乎非常害怕陈阳 废话 面对陈阳 李继琳当然害怕 而且吓得他的心脏都险些跳出来 一个能凭一己之力战胜一百多人的变态 在李继琳的眼里 对方就像一把悬在自己头上的刀 随时能落下 只要陈阳愿意 在场黑狼武馆的成员 立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本来抱着必胜的决心来安室集团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让他寝食南安的男人 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纵然李继琳对陈阳十分憎恨 但此刻他心里只有后悔 自己好死不死 怎么就想到 南安市集团开刀 随便去威胁一个其他的企业 岂不就没今天这事了 就在李继琳下的面色发白的时候 陈阳却是看着一片狼迹的产品研发部实验室 惊呼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弄成这样 都是他们干的 被逼在角落的研究员 连忙指着黑狼武馆成员 陈阳看向李继琳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一本正经道 你们是谁 怎么能干这种坏事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光天化日之下 破坏我们公司的实验室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社会 你们对得起国家吗 听到这话 李继琳顿时就猛逼了 他绝不相信陈阳没认出他 既然陈阳如此说 肯定是在调侃自己 至于研究是其他人 都一副吃惊的表情 行说 你小子有病啊 对方都拿着钢管 一看就不是好人 你和他们说这 他们能听懂吗 而且就算听懂了 恐怕揍你 揍得更厉害 紧接着 陈阳双手插在腰上 一脸霸气道 你们还不给我滚蛋 再不走 我分分钟联系奥特曼 你们可要知道 奥特曼一来 你们就别想走了 哦 奥特曼 顿时 整个研究室里鸦雀无声 全都无语 就连李继琳在这一瞬间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 可是他和陈阳长得一模一样 黑狼无管其他成员 却是不认的陈阳 叫肖道 小子你神经病啊 有本事你叫奥特曼来 老子照样揍死你 李继琳听到手下的叫骂 脸都绿了 你想死 别拖着我啊 就在所有人怀疑陈阳脑子不对的时候 李继琳转身一巴掌 抽在了贺骂陈阳的手下脸上 把那人直接打猛了 摸着红肿的脸颊道 关主 你怎么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你没听见人家说 要叫奥特曼来吗 如果奥特曼来了 我们还走得掉吗 李继琳不敢招惹陈阳 生怕一个不慎 命就丢在这里 所以 他干脆是顺着陈阳的话往下说 第79章 敲诈的最高境界 陈阳说 要叫奥特曼 李继琳竟然怕了 这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黑狼武馆管主 老板 这还是那个在大义拥有强大实力的李继琳 这还是刚才那个很利凶悍的男人 谁来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瞬间 整个实验室里的人 都感觉自己的价值观完全颠覆 心说 自己不会是 在做梦吧 安宁看着陈阳双手插腰的背影 他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确认自己没有做梦 他皱了下眉头 按道 奥特曼 能震慑李继琳 这绝不可能 也就是说 他怕的是陈阳 想到这里 安宁目光一亮 看向陈阳背影的眼神中 充满了好奇 他不知道 这个总是笑嘻嘻的青年 为什么能够把李继琳下的面色发白 而且还不敢忤逆他的话 哪怕胡说八道 都要顺着他说下去 要知道 那晚在浴室 陈阳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 哪怕是被他打 也没有还手 这个男人 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就在安宁思索的时候 陈阳高傲的扬了扬脑袋 对李继琳道 知道 我要叫奥特曼 你们害怕了吧 是 是 李继琳点头哈腰道 一脸惊恐 哪里还有半分刚才的狠力 旁边的黑狼武馆成员见词 有些看不下去了 壮着胆子道 管主 他就是个神经病 我们怕他干嘛 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 李继琳大怒 转身又是一巴掌抽在了手下的脸上 他生怕又有哪个不实相的惹事 指着一帮傻眼的手下 冷声道 听好了 都给老子闭嘴 谁在说话 老子就梦死谁 骂完了手下 李继琳回头看向陈阳 一脸谄媚 点头哈腰道 不好意思 打搅了 我们这就走 说完 李继琳埋着头 连忙就往外走 不过他刚走了一步 陈阳叫道 站住 李继琳脚步一顿 后背吓得全是冷汗 深吸了口气 回头露出难看的笑脸 道 请问有什么吩咐 陈阳别了别嘴 瞥了眼被砸得破烂不堪的实验室 对李继琳道 你小学老师没有教过你 砸坏了别人的东西 要照价赔偿吗 对对对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李继琳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转头看向安宁道 安总 请问这些实验设备 价值多少钱 我赔偿给你 此刻安宁还处于神经转不过弯的状态 一听李继琳这话 他先是一愣 随即回过神来 看向李继琳 心想 既然你怕陈阳 那我当然得让你多赔偿点 略一私存 安宁理直气壮道 这些实验设备 当时采购总价是5300万 用了四年多 就算折旧 至少也值4000万 4000万 你怎么不去抢 这些二手设备折旧下来 顶多值2000万 4000万可不是小数目 就算是李继琳拿下安室集团的合同 那也得几年才能赚回来 可明知道 安宁提高了价码 我回去之后立刻转账给你 什么 4000万 没门 就在这时 陈阳开口了 李继琳心里咯噔一跳 看向陈阳 嘴唇颤抖道 那你说 多少合适 陈阳大手一挥 道 人家这实验室明明能正常使用 现在损毁需要重建 肯定是买新设备 你当然得照价赔偿 5300万 一分钱不能少 一分不少 那岂不是说 这几年安室集团的这些设备 都免费使用 而且 这些损坏的设备修理一下 至少也能卖出去 1000多万 也就是说 今天李继琳正闹了一场 相当于给安室集团 送了一套价值 5300万的全新设备 外加1000多万现金 如此苛刻的条件 所有人都认为 李继琳不会答应 可是 李继琳没有任何犹豫 点头道 好 赵架赔偿 一听这话 安宁在心里 暗暗为陈阳 竖起了大拇指 自己虽然狮子大开口 可是和陈阳比起来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而李继琳答应 赵架赔偿后 只决心在滴血 连忙往外走 生怕陈阳 又提出什么条件来 不过他脚还没抬起来 陈阳又开口了 怎么 想走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敲诈了几千万 话还没说完 黑狼武馆成员 都是心底大骂 一个个气势汹汹地 看着陈阳 但因为李继琳的限制 他们连话都不能说 李继琳又何尝不是 恨透了陈阳 但他还是露出笑脸 道 还有什么吩咐 陈阳一本正经道 设备费用你是赔偿了 但这里损毁的实验进程数据 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很可能其中一项产品 未来可能给安市集团 带来百亿的利润 所以 这份损失 你也得赔偿 不过我们安总心好 你就先赔个三千万得了 一个卖卫生金 和女性护理业的公司 整个市场就那么大 怎么可能做到百亿的利润 而且你这三千万 未免也太没道理了 李继琳一阵付菲 郑宇开口答应赔偿 陈阳打断道 你先别急 我一项项和你讲 除了我以上说的 另外重建实验室 会大大延误 整个集团的工作进度 你得赔偿两千万 还有这里的研究员 都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很可能造成他们思维混乱 生活不能自理 按照每人一百万赔偿 总共二十三人 也就是二千三百万 对了 还有那里 看到没 那里有只被你们误伤的壁虎 那是安总带回来的宠物 价值三百万 你得赔 还有这张坏掉的工作椅 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实际采用了高科技的人体工学 以及国家未公布的 看着陈阳说了一大堆 李继琳的脸都清了 有气无力的打断道 行 你就说 总共我得赔偿多少吧 觉悟就是不一样 陈阳一脸赞赏的 对李继琳点了点头 笑道 其实也不多 总共一亿四千八百万 这话一出口 整个实验室陷入了一片寂静 安宁瞪大了眼睛 彻底的浮了 什么叫敲诈 这才是敲诈 简直是敲诈的最高境界 第八十章 气得吐血 如果李继琳知道 来一趟安室集团 会损失一亿四千八百万 就算打死他 他也不会来 此刻 他看向带着一脸人畜 无害笑容的陈阳 这哪里是人 这根本就是披着人皮的狼 吃人不吐骨头 可是 他作为黑狼武馆的馆主 却偏偏不敢对陈阳这匹狼 有半点忤逆 咬了咬牙 李继琳颤抖着道 好 一亿 一亿四千八百万 我给 果然是好青年 陈阳朝李继琳竖起了大拇指 笑了笑 看向自己手中 一直提着的豆浆油条 话锋一转 哟 你瞧我这早餐都凉了 这也是你造成的 是不是也得赔 咦 你别哭呀 瞧把你高兴的 竟然都哭了 整个实验室都无语了 见过损人的 但你这也太损了吧 别人明明是被你敲诈哭了 你竟然说是高兴的哭了 李继琳眼眶中浮现一层泪珠 做好了被再敲诈几千万的准备 战战兢兢的看了眼 陈阳手中的豆浆油条 嘴角一抽到 你这早餐 不会又是从什么地方买的吧 真没看出来 你还挺实货的 陈阳一脸惊讶到 把李继琳吓得差点跌坐在地 陈阳却是一点不脸红 继续吹牛道 不过这早餐不贵 楼下王大妈推的餐车 一套早餐八元 一听只要八元 这种坐过山车的感觉 在场之人这才明白 原来把人气的吐血 竟然是真的 见此 陈阳却是没有丝毫怜悯 反而眼中闪过一丝冷力 上前扶住李继琳 道 怎么了 你怎么高兴的吐血了 要不要这么激动 噗 李继琳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来 正开陈阳的手 连忙就往外走 他怕继续留在这里 就算不被陈阳打死 也要被气死了 可陈阳岂会这样轻易放过他 冷喝道 站住 李继琳身躯一颤 回头望向陈阳 想到他是黑狼武馆的管主 那个很厉 凶悍的男人 李继琳看着一脸笑意的陈阳 啜气道 大哥 你还想干什么 没什么 你硬币掉了 陈阳从地上捡起来一个一毛的硬币 硬塞到李继琳的手里 拍了拍李继琳的肩膀 笑道 不用谢我 你嘛 你把我叫住 就为了给我一毛钱的硬币 一丝鲜血从李继琳的嘴角溢出 他此刻甚至连喷血的力气都没有了 谢谢 惨笑着对陈阳到了声谢 李继琳在黑狼武馆成员的搀扶下 一步一趋的走进了电梯 陈阳看着站在电梯里的李继琳 挥了挥手 大声喊道 一路走好 记得今天银行下班之前 就要把钱打给安总 卧槽 大哥 那可是一亿四千八百万零八元 你要我今天打给安宁 哪里来得及 李继琳唾气了起来 手指快速地按着电梯 现在时间紧迫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筹集一四千八百万零八元 不然的话 晚上陈阳来找自己 就死定了 电梯关上 缓缓下行 黑狼武馆的成员 看着吐血流泪的李继琳 都是愁眉不展 不就是个小年轻吗 怎么就把馆主逼成这样 要知道 即使当年和大义最强武馆开战 馆主也没有露出半分畏惧 出了电梯 终于有名黑狼武馆成员忍不住 问道 馆主 我们为什么要怕他 一起上弄死他又怎样 大不了我来顶罪 啪 又是一耳光 李继琳气急地 指着说话那人 骂道 弄死弄死 你弄得死他吗 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陈阳 什么 陈阳 顿时 黑狼武馆的成员 都是一脸惊恐 终于明白 李继琳为什么会如此害怕 那个年轻人了 云山的事情发生后 整个黑狼武馆风声鹤唳 对这件事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他们都知道 造成九人死亡 一百多人受伤的主角 正是那个叫做陈阳的年轻人 这个看似笑嘻嘻的男人 却拥有着超强的战力 和狠辣的手段 由不得黑武馆不畏惧 此时此刻 在场的黑狼武馆成员 都是暗暗庆幸 刚才在楼上听了管主的话 没有冲动 否则 他们肯定不能安稳地 走出安氏集团大楼 就在众人后怕的时候 那名被李继琳 抽了一耳光的男子 却是摸着脸颊 一脸忧怨道 管主 他就算再厉害 我们请杀手把他杀了 顶多一亿 就能行动世界排名前十的杀手了 可是现在 我们却要给他一亿四千八百万 实在太划不来 而且 我们黑狼武馆还丢了脸 只要杀了他 什么都解决了 听到这话 李继琳目光一亮 对啊 与其把钱交给安宁 不如用来 请杀手除掉陈阳 陈阳就算再厉害 他能强过世界排名前十的杀手 老子是被梁威的消息 冲昏了头脑 就算陈阳是黑棋的人又如何 只要杀手 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他们就算想报仇 都不知道找谁 更何况 这个叫做黑棋的组织厅 都没听过 说不定根本是一帮人虚构出来的组织 完全不存在 李继琳心头暗道 今天受了这么大的气 他也是豁出去了 对手吓道 走 立即回去 联系杀手 做掉陈阳 一听这话 憋屈的黑狼武馆成员 都是兴奋起来 陈阳让他们黑狼武馆 最近吃尽了苦头 现在终于可以报仇了 李继琳上了车 脸上露出狠利之色 阴沉道 你敢杀我儿子 将我羞辱的吐血 老子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作为黑狼武馆的管主 李继琳知道 如果黑棋组织真的存在 那陈阳死了 也就意味着黑狼武馆的负面 但接连被陈阳打击 造成了他心里的扭曲反弹 现在他根本什么都不顾了 即使黑狼武馆负面 那也得陈阳死了 再去理会 不过他却不知道 今晚 陈阳就会来找他